我奔恨也有 奔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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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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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哟 奔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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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什么事儿 我奔奔 玩儿崩喽 DOM 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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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了 你凉了 你一定凉了 你差不多这个位可以考虑 奔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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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爱吃什么买点 嗯 有点吃屎一样 你饶我什么啦 一头撞死在这个电话上 都给我哭 我让你跪下来见我爸爸 你不是看上那二环那套房子吗 买了吧 也也也有 我奔恨也有 凉了你凉了 你一定凉了 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 天亮就不行 加载协程旅行APP 协程在手 说走就走 同明星板子 本节目由 博士伦清朗 看清未来 我有自己的眼光 赞助播出 博士伦清朗隐形眼镜 清朗眼光 看清真相 本节目由 Panical第四季 官方指定狼人杀俱乐部 Mr.X赞助播出 Mr.X 挑朋友 拼演技 遇见你的他 赞助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骆雲骑士 现在采用的战术 都是汉跳女巫 但是其实这样的话 当他遍不过真女巫的时候 是很容易接下来被推出去的 所以我在想狼队可以 其实派一只小狼过来 汉跳女巫 刻意地让伪装一张小狼 做成恶灵骑士 而真的恶灵骑士去扛毒 可女巫都比较的机智 但是一般会想都不开毒 这个会导致恶灵骑士很尴尬 最主要的还是汉跳要赢 汉跳赢了才有机会 汉跳不赢的话 机会很渺茫 女巫将牌 在恶灵骑士这个板子当中 其实只要紧推领先 她就可以不读人 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必须要用的 跟别的板子不同 因为别的板子里 女巫想读谁谁就死 但在恶灵骑士板子当中 女巫是不能这样随意任性的 如果我是一个预言架牌 我应该会去验好人牌 保证自己轮次不落后 验偏好人的牌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反而觉得第一天验到恶灵 一点都不亏 我死了我也能明确知道 哪张牌是恶灵骑士 我们把它推在台面上 扭读另一张 也是对好人来说 最安全的做法 反而我觉得 后续验到恶灵骑士比较危险 其实我觉得第一验到恶灵骑士 完全没问题 狼人杀游戏分为两大阵营 狼人阵营和好人阵营 好人阵营包括村民方和神明方 本期游戏共有四张狼人牌 四张村民牌和四张神明牌 狼人阵营包括三张普通狼人牌 和一张恶灵骑士牌 普通狼人每晚可以 共同杀死一名玩家 白天可以选择自爆 直接进入天黑 恶灵骑士每晚可以 与普通狼人一起睁眼 共同行使杀人权 她拥有被动技能 反伤 此技能只能发动一次 如当她被女炎家 验证身份时 则女炎家受到反伤死亡 当她被毒杀时 则女巫受到反伤死亡 携程旅行守卫 守护恶灵骑士 不会受到反伤 如果同验同毒 则根据技能发动的 先后顺序进行反伤 如验人在先 则女炎家先死 女巫不死 猎人在夜晚死亡时 对其发动的技能则无效 恶灵骑士无法死在夜晚 且不能自爆 村民夜间没有特殊功能 白天可以和所有玩家一起 行使公投权 神明包括 女炎家 女巫 猎人 携程旅行守卫 女炎家 具有清朗眼光 看清全场真相 每晚可以查看一名玩家的身份 女巫 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 同一晚不能使用两瓶药 且不可以自救 猎人在死亡时 可以开枪带走一名玩家 在被毒死时 不可以开枪 携程旅行守卫 每晚可以守护一名玩家 不被狼人杀害 不能连续两天守护同一名玩家 首位无法守护恶灵骑士的反伤对象 本期游戏采用图边规则 狼人杀死所有村民或所有神明 做狼人阵营胜利 好人公投出所有狼人 做好人阵营胜利 在迷雾重重的伦敦 神秘案件委托人想要解开一个谜案 以名秘为诱 召集来自各地的推理能人 布局考验他们的能力 十二名侦探面对面 通过杀场过招 在真假难辨的狼人杀游戏中 播出谎言 找出真相 并赢得象征侦探权威的荣誉勋章 侦探们则可通过获得越多的勋章 来掌握更有力的情报 解开每期掩藏财富的线索 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机遇 每期游戏获得一枚勋章 可以得到原木色情报 获得两枚勋章可以得到蓝色情报 获得三枚勋章可以得到红色情报 然而这只是神秘委托人的一个小测试 他究竟想干什么 这个谜案将在PandaQ的舞台上被解开 第一局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抽取自己的卡牌 我想验你 那你怕是会死哦 敢飞边上的一张 敢飞边上 然后就这张 这位快帮我选一张 好人排 这张是吧 这张吗 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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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就两张 不我不选一却 我跟你讲 有时候一定要信的 李斯你为什么一直看我 你怎么想验我啊 你好看啊 都没有你的镜头了 那位兄弟 啊没了 镜头都给那边了 游戏开始 天黑 请闭眼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2号 3号 4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供10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8号开始发言 原家 验的2号茶沙 呃 为什么验2号 因为 苍姐最近确实是配置提升了 我也在之前说过 要支配一下2号 我 我不是诈身份的 我不是诈身份的 我这个位置是体跳 呃 2号是张老人牌 那警徽留 我记得1号在警下 呃 警徽留只能先留1吧 好吗 我觉得5号像是个好人 2号 你 因为在2号拿牌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张格林骑士 他有可能一会儿会跳个女巫啊 什么的 我觉得如果2号真的跳个女巫出来 也不要 呃 也千万不要这女巫再跳出来了 呃 呃 今天全票走我的查查2号 呃 先验1 5号我觉得是个好人 6号不知道 这个7号 第二张警徽留留这张7吧 我一定不会退水的 我是一张真的冤家 因为我先这位发言 我 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 呃 说太多 呃 2号查查今天全票出2 过了 怎么一上来就一个高难度 这个8跳啊 其实前面发言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 聊到后面我觉得有点有点小问题了 因为他说 2 是个恶灵 后面什么女巫也别再跳出来 那如果说他是个真的冤家 验到2 2是个恶灵 那狼队后面是不可能再会有起跳的来救这个2的 因为你8第一天一定会死 就把自己验死了 歪哥是一个比较西密的人 他上一次拿冤家的时候 他会说 我 验冲着精水去验 然后 找狼的话 他都是排位置 所以说我不觉得 在歪哥拿到一张冤家牌的时候 会觉得 二像个狼冲着狼去验 所以 这点 面有点低的 所以 再听一下吧 好吧 我觉得可能 不是个真的 再听一下 好吗 过吧 我觉得8是冤家 因为 不是说他发上哪张茶沙 是因为在他冤家发言的时候 我看了场上所有的人 每个人都在 分辨8号 都在看着8号 那请问一会你们怎么跳呢 你们哪张牌 有一个冤家的面呢 一张汉跳狼随便发个言 你们所有人都在 津津有味的这样 看着这歪 那你们告诉我 你们的底牌 怎么可能做得起一张预言夹呢 那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 就一定没有一张牌能 有资格跳预言夹 那 再说一下吧 这位 烈焉二号的心路历程 不是奔着茶沙验的 他说的是 要支配二号 对吗 他只是为了支配他 又不是说验他 一定是奔着狼验的 所以说你这个 9号 我觉得 出发的点有些奇怪 验之前又不知道二号是什么身份 你验出来是个狼 也不影响支配他 就算出局了 好让轮次也是领先的 我觉得我讲的点还算是 因为钱志卫第一个发言 我没有别的逻辑 可以去 分辨语言家 但是我觉得 在8号发言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全场 所有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 听到8号发言 我认为 如果你是一个真的语言家 钱志卫 你至少应该思考一下 他是诈身份呢 还是一个狼啊 而且为什么JY出来焊跳啊 发了个茶沙是狼茶沙狼 还是怎么样啊 我验的人和他有 二号有没有交集啊 没有一个人在思考 所有人都在听故事 所以说 都做不起一张预言家牌 我觉得 二号你也不要跳了 二号你的表情是这样的 很开心的这样看着 你如果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被一张狼发了茶沙 我觉得你很难表演出 那样的表情状态 所以说 我认为 二号是个狼 八号是个预言家 我认为 我不是地话 我是真的觉得 没有人会焊跳了 我在前志卫 第三张牌 我想站队这张八号牌 为了防止你们觉得 我和JY两个人 一边形象不太好 我是一张猎人牌 比较简单了吧 我是一张猎人牌 这个总不至于怀疑我 和这个八号是属于狼狼 他汗跳我打煽动了吧 我帮你们解释清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可信度 就涨了很大一劫 二号今天就出局了 但八号死不死我不知道 反正八号死了 我也死不了 我一定知道 这种活的 八号死了 我们就二号推了 我想看一下 哪张狼人牌 勇敢起跳 刚才呢 在JY发现的后半段 老党若有所思 我觉得你一定是心里有些故事的 不妨讲出来 让大家开心一下 我也看到了 这张一号和十二号 两个人双目对视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护敏吗 如果你们在护敏的话 发表一下你们护敏的结果 如果不是护敏 是在商量我要投票吗 还是倒勾 这种东西的话 也不妨讲一下 我也开不了枪 我就是一个白板猎人 只是发表一些观点 防止别人站错队 防止这个八号拿不到警徽 好吗 我过了 我今天战队自当八 小处自当二 过了 清朗眼光看清真相 球大少说两句 我想carry的 但是你发完这顿言呢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其实在他跳猎人之前 我已经把他认下来了 因为我就在他旁边 他刚刚说那个 他在看全场 我也在看全场 然后我们我们两个目光 其实是有一瞬间交错过去了 我也没管 我看他在看全场 我想啊 他应该也是在找那个 要跟八号对跳的 我也在找 都在看 确实都在看 那他跳个猎人说什么呢 我就觉得 这局可能要躺了 因为我没找到 后织位要起跳的那个人 刚刚在这个 十号跳出猎人的时候 我有看 除了二号牌以外的三四 我觉得表情比较凝重 因为其实这个局大概率 大家心里都有点数了 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因为第一天 不管二是不是个恶灵 那总归是我们好人伦次 不算太落后对吧 就算冤家被弹死 我们把恶灵出了 还是 就这个板子 我们其实还是能打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纠结 我也不知道 你们一会可以解释一下 至于这个一和十二 我没看到 离我太近了 真的没看到 一刚刚笑得还蛮开心的 我不知道是 大王演技进步了 还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 没关系 一会再说 我这轮 除了这张被查杀的二五 我还想听三四发言 反正你们两个都在井上 对吗 一会听完你们井上发言再说 这个 这个九 你 你不行了兄弟 你怎么起来是这种发言呢 说什么 今天怎么难度这么大 我以为你要看跳了 哎 不是你发这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起来说一句 哎呀今天怎么一上来难度就这么大 一会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 对吧 我真的以为你要看跳了 结果你又不跳 那真的有可能像这个 威格说的 二号苍姐是个恶灵 狼队就全卖了 嗯 我不知道 我井上想占这个八 好吧 我觉得你们后置卫的每一个人都不像个预言家 哎 为什么这个六号牌一直盯着我恶狠狠的看呢 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个没跳起来的汉跳狼吗 我跟你说你翻牌 摸牌的时候就在恶狠狠的盯着我看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 我长得帅对吗 你是不是嫉妒我 你是不是嫉妒我 六号玩家 我站边八 过了 前面苍姐拿很宠溺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救不了你啊 救不了你 我本来 本来晚上我想给这个一啊 爆个茶沙炸他身份 结果发现这小熊你跑到井下去了 炸不了 前面八爆二一个茶沙 是这样 我呢 昨天吃过八一张精水牌 我觉得八不太像 但是呢 啊 鉴于前面猎人和这个十一号玩家的发言呢 我觉得可以跟着大风向先走一走走一走 也别唱反调 对不对 呃 我是个好人 呃 苍姐的挂象确实有点重 因为在八给你爆茶沙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太好 我本来起身 因为一在井下 我在想如果我前面发现我可能给你直接爆一个茶沙 炸一下你的身份 呃 嗯 先这样吧 我本来想炸炸一的 既然前面预言家已经起跳了 我也不知道是个预言家是个狼 嗯 先这样吧 猎人站边八 那 能 能带一个吗 不 不太难啊 不太能再 再 再听听呗 嗯 二 那就二发言吧 够了 这个游戏呢 被之外支配的 是你八号 呃 是你十号猎人囚图牌 当然了 因为我不信这个板子 有人一开始一起来 就是一张狼牌去跳猎人号票 所以我信你十张猎人牌 但是 你被八号支配了 然后九号不认识这个八号牌 九号我认一张好人牌 至于这个 十一号十二号里面应该是出狼牌的 然后我说一下吧 就是 之外你玩崩了 因为我是一张女巫牌 昨天晚上你倒牌我没有救 那怎么证明我的身份呢 很简单 守卫守我 呃 守卫知道昨天晚上 如果你守的不是八号 今天一定是八号单子 然后就是 晚上守卫守我 我一定能保一个平安夜 我是这张女巫牌 嗯 就是这盘狼队雪崩了 狼队雪崩了 我说一下我女巫的心路历程吧 就 为什么我看到八号倒牌没救 因为很简单 三个字 不想救 因为这个八号他昨天晚上放话跟我说 我要支配小仓 哈哈哈 然后他倒牌了 我又正好拿了一桩女巫 为了避免被他支配 所以我就不救了 然后你一起身汗跳发我一张茶沙 还说绝对不是榨身份 我心里就乐开了花 但是呢 此时 我会把表情放得很压抑 为什么 我要找狼啊 九号保了 十号你是枪 嗯 鼠大王刚才我跟他对视 我觉得身份偏好 我不知道 大概率是张好人牌 十一号 十二号里面出狼 就是奔这两个宴吧 这两个里面绝逼出狼 对吗 按照这个位置来说 就是我 我觉得这个十号 哎 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一张枪牌 起身为八号号票的时候 打call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 其实还是暗爽的 但是 这般你运气不好对吧 你查了一张女巫牌 且是我可以自证身份 因为我第一晚没开药啊 那我就说到这里了 嗯 就是晚上守卫守我 保一轮平安夜 自证身份 过了 哎 这个躺赢的感觉很舒服啊 我这个前志位听发言的时候 我还一直在分析身份 然后想想看 别人发言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破绽 对吧 现在根本就不需要了啊 这个昨天晚上呢 是想在二跟八里面去验的 然后想了一下 最后决定验了二 呃 因为二跟我比较近 如果而是 他是个精水的话呢 他可以就是 呃 陈底位发言 然后跟我一起归票 呃 因为第一天大概率是平安夜嘛 如果拿到警徽的话 就有这样的情况 呃 八的话呢 感觉 有点远 位置有点远 所以就没去验这个八 验了这个二 二十个精水 呃 九号一开始说 八号发言里面提到 女巫就不要跳了 这件事情 我也在想 如果说我是拿了一个真语言家 我点了一个茶沙 我感觉对面有可能是恶灵骑士 那我会怎么发言 那我肯定会说 这轮你们要是看到我被弹死 那就不用说了 先把我的茶沙出了 呃 因为女巫第一天大概率是会丢解药的 然后接下来的情况下啊 如果他们还有人跳 女巫你去看 呃 如果你能信我 你可以不用跳 直接去把那个对跳的毒了 因为对跳的大概率不是恶灵骑士 而且我能被弹死 你心里应该也有点数了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发言 但是他就是只说了一个女巫不要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本来准备打八号的一个点 还有就是十号 十号那个发言说 很多人都在认真听八号发言 所以后面不可能有语言家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我准备打的一个点 因为 我确实是语言家 但是我听他发言 是因为我想听听看 他有没有告诉我谁是狼 或者说他的发言中有什么漏洞 我可以 我可以讲出来 能够让别人相信我 能够让我拿到警徽 那我为什么不去好好听他发言呢 所以我觉得十号这个点也是站不住脚了 那二号这样跳出来了 相信你们也没有什么疑问了 一定会把警徽投给我 因为不存在 他是一个恶灵骑士 他这里跳一个女巫 因为如果说他是个恶灵骑士 他跳一个女巫 那么第二天一定 守卫守他的情况下 一定不会出现平安夜 那么他就直接就不攻自破了 下一轮直接认出 对不对 这是他去跳 他恶灵骑士跳女巫的一个副作用 因为在我视角里面 他是饮水 他是金水 所以就不会去考虑那些问题 所以在想别的问题 就再说一下十号跟十一号跟十二号 这两个点 十一跟十二里面 这个十二的发言是比较怪的 十二的发言说 八号你上一期给我发了个金水 我认你 但是这一次我不太想认你 但是我很想跟你十号站队 就有点很 就是没有搞清楚局势 但是却在乱嗨的这种 这种气氛和氛围在里面 所以十二号这张牌我认不下 我今天晚上呢会先摸十二 那后置位的这几张牌 我认为一定是多狼的 七号牌 感觉在这个二号牌跳女巫的时候 七号牌的表情是比较尴尬的 所以七号牌在我这里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五号牌是八号牌宝的一张牌 我觉得目前来讲盘不到你 然后六跟七里面 我觉得至少出一狼 一号牌看你投票 好吧一号牌看你投票 我三号牌是个预言家 八言就这样 我觉得我差不多该说的都说到了 过了 我觉得 九 八 九 二 三 三张狼人牌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二在这位置跳的女巫 我第一时间我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不信任 不信任你们都笑的很开心 不是 故事是这么写的吗 我们是在写一本玄幻小说 八嘴往上自刀了 然后起跳一张狼牌啊自刀了 起跳紧张第一个发言 找准了一张女巫 给她发一个茶杀 说我绝不退水 还抿证你是个女巫 还要抿证女巫不救我 不是你不是跟我讲故事呢 首先第一我是不信任的 其次她起手发言的格式 我跟苍姐也玩了玩了非常非常的多 她起手是跟你十号牌对话的 跟你十号牌对话的 你先把这个八给干死呀 不是你跟十有什么好聊的 把八干死了 十不就把你扔下来了吗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 最简单一条线的一个逻辑 其次的话是这个三号牌 三号牌你的发言里面呢 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是你告诉我一号是个好人牌 不是他为什么不能是一张狼呢 他为什么不能是一张狼呢 你的发言是不是已经透了视角了 其实你拿那个 你是有点像这个九号玩家一样 拿那个打八的逻辑 说八什么那个女巫那个事情 他首先是一张预言家牌 他可能才会去考虑 自己淹了一张茶沙 这个茶沙是不是有可能 会是一张恶定骑士 白天是不是可能会出现 自己死亡的一种情况 是不是有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你的拿那个逻辑去打八 我认不太下来 八起身发言给二丢茶沙 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认他 我跟这个十二号玩家不太一样 他说八给二丢茶沙不太认 我就特别认 好吧 而且二在被发茶的时候 那一颗表情实在是 让我想到了有一次 鼠大王拿了预言家 给那个 李斯发茶沙的那个表情 就非常非常的难受 我觉得你可以改一下艳人方向 因为你不是明武 觉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三告诉我一 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你可以找 盘一盘四郎上井的格局 我觉得这可以盘盘四郎上井的格局 不过你可能死了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跳了一张女巫牌 能报出这样的信息 那大概定你真的被弹死了 他真的是一张恶灵骑士 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差不多 这位可以考虑遗言的问题了 考虑遗言的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呢 井上我再次能找到的是 九二三 一五可能都变得很好 前之位的话 十是个枪 十一十二 我觉得十一还可以 十一还可以 十二我待定 我不知道十二是不是有可能 是一张被这个三和这个二有可能要打到好人 打到对方对立物理的一张田狼坑的一张牌 所以十二待定的情况下 这边六七两张牌 有可能如果十二真的是个好人 那这边就得产一张 就是我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狼坑 井上我听了所有的发言 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好吧 我对二三的发言真的认不下来 尤其以前还有前之位那张酒 你跟你拿好人差别太大了兄弟 真的大 好吗 听听后续发言吧 我在井上做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我能表达的就这么多 我也不想滑 滑着滑在等会还是要被吹 有什么意义呢 过了 四号玩家我你聊什么呢 聊什么 你认街外老师是个预言家 你听他发言不就好了吗 聊有你什么事啊 张牙舞抓的在那里 真的受不了 我是个先知 我大胆预测一下 十号玩家马上就要当选警长 哈哈哈 八号玩家 这里有一支笔 哈哈哈 你不是看上那二环那套房子吗 买了吧 好吗 买了吧 走了 凉了你凉了你凉了 哎 这个人是个真女是吗 那这个狼子刀也没被救死了 这个人是个医院家 这个是恶灵 你们一撞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你 爱吃什么买点就算了 吗 七号玩家啊 四号玩家说六七里出狼啊 哎我觉得十一不好 十一刚开始天亮起来那个动作 我以为他一直要跳个预言架 哈哈哈 哈哈哈 结果他躺了 躺什么了 呃 铁弹 脸确实挺黑的 但我不敢保证 那听听那个 八的发言嘛 二的女巫认不下我 我认不下二的女巫是因为我觉得 一个女巫晚上看到一张仪式 八号玩家倒牌不救起来 他就是很轻松 我觉得如果是那个女巫一定说 哇 八十你是狗啊 你知道你 你你还发我是个叉杀 我觉得就是他那很平静 哎玩蹦了呦 哎 你不行 哎 我觉得 我觉得太轻松了 太轻松了 太轻松了 所以 哎呦 那我怎么说呢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表水了 争取能得到十号第二的警长 哈哈哈哈 呃 因为铁弹 结果刚开始 也不是 你说满分嘛 也也不是满分 有一句话还是挺刺的 但是我在这个位置起跳干嘛的 所以 九号玩家认错也是有可能的 给人家一丝 机会嘛 二三打死就算了 九 还是保留一些 保留一些 丧姐我不是不信你 我我也不是你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呢 反正 我觉得你心态太好了 如果我是你 那这个拔被我干死了 真被我干死了 呃 老鼠呢可能真的是个好人 我 十一十二 根据二号玩家的发言 可能真的要出一个狼人 但十一十二我还不确定谁是 我呢 喜欢听发言 不听发言 你要说我 强行鸣 我鸣不出来 反正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 呃 那就 欢送一下八号玩家吧 还有一点 既然 不管二三十个语言家 还是八十个语言家 最终的结果八一定死了 我要求各位 大家能为八号做的一件事 就是都给我哭 每个人都给我哭 走了 哭哭哭 哎呦 拜拜 哭过了 我觉得苍ő姐确实是有进步 真的进步挺大的 但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东西 像是表情管理和第一反应 其实还是装不出来 你其实跟李思 因为我跟李思玩得多 你知道吗 就演技方面的东西 我专研得比较深 就李思 昨天一张恶联骑士 前面一次被九神炸身份 笑了一下 就被这个老流氓给抓住了 今天仓姐也是 接到接到一张茶沙 第一反应就是笑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我认为一张 任何一张好人牌 接到一张茶沙牌 一定是想 我还是JY给我发的 我怎么办 所以这种东西 还是改变不了的 我还是有很多话要说 先别急慢慢听 这张饮水牌不是很想爆 因为我觉得它刺刀了 但是因为我要跳 我还要为大家负责 无所谓好吗 三饮水 你是张自刀牌 你因为你 我跟你说 最大的失败 就是你太想救这二号牌了 你给它发一张精水牌 你不给发一张精水牌 我还盘一盘狼 茶沙狼的对不对 因为入夜前 这还跟我说呢 直击我灵魂的一话就是 这个板子只能狼茶沙狼 才能赢 但是因为二跟我汗跳 我底牌是张女巫 你发一张精水 你就一定是张狼牌 我是一定开药的 所以晚上要捞了你三 但是你无所谓了 你先出局好吧 这张二号牌先出局 是张恶灵骑士 你总会死了 有点可怜 但是因为就是 因为二号在那个位置 起跳张女巫牌 它一定是恶灵骑士 这边是张预言家 钱自创报了一张恶灵骑士茶沙 你们想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张预言家一定被弹死了 晚上对吗 所以如果这个二号狼同伴 钱自创看这个预言家 验了我们家一张恶灵骑士的 一张茶沙牌 那预言家起身死了就自证了 所以我认为锦上的狼人 有可能会去打倒钩 所以我认为铁蛋在这个位置 直接说我觉得JY不像 不像这种东西 我觉得苍姐是因为准备了 很多人在中间发言 她准备到那边了 她可以什么跳个女巫什么 但我觉得前准的狼人 一定反应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觉得铁蛋不像 我反过来想 我倒是觉得十一可能像张钩子牌 当然我如果打错你 你先不要怪我 因为我觉得心态上来讲 这边一张预言家 马上就要自证自己是预言家 张二号牌要出局了 我觉得是狼人怎么办呢 除了这三号牌出来救 救一救 因为二号已经起跳女巫 三号架在脖子上 不能不救了之外 我觉得可能钱之位要勾起来 所以我觉得九和十一比 我觉得九不像吃信息的 因为我是吃信息的 所以我觉得九不像 好吗 我信你 我觉得你的水平 五十个好人就是个好人 我觉得你一言再说 你一言帮他们把剩下的 点出来就可以了 好吗 我是让女巫牌 今晚就你要三 好吧 自刀 可以啊九神 也挺优秀的 你不是也号称 从不自刀的牌吗 你就跟着苍姐一起 两个人捆绑捆绑 出去休息吧 好吗 过了 还退水 退水 发言完毕 三号 八号 仍在井上 没有上井的玩家 请投票 三 二 一 一号 五号 托给八号 八号玩家 当选井长 拥有 1.5票 归票权 你让我摸一下 我还没拿过呢 还没拿过呢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 八号 请发表遗言 发遗言 我觉得啊 我觉得 首先说 现在其实就聊聊 九和十一 就可以了 我觉得五六的状态 给我来讲 像好人 因为 因为我死了 他们特别高兴 真的特别高兴 这两个人 从我知道 我发成要死之后 爽的不行 其实相比较来讲 一号的表情 我觉得反而不好的 但是因为三说了 说一号 有可能是一张 因为三 就像四说的 三没有把一打死 所以三在 就是一 这个好人身份 是三告诉我的 那一是好人 五是好人 六是好人 七跳了个女巫 然后 但是七是发三 一张饮水 然后这边是个猎人 所以 未知身份呢 其实就这几张牌 一张九 一张十一 然后 还有一张十二 因为二三一定是两张狼人牌吧 九十一十二里边 我 因为我冤家走了 我验不了人了 所以 我觉得九 其实是偏好的 就是感觉 因为这盘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要验二吧 其实这盘 那个 敏身份环节 我其实也没 也没敏 验二就是想 发二 验一个好人 发个金水 看看能不能翻车 结果验的是个茶沙 验到茶沙那一刻 我觉得 应该不会那么巧吧 然后 我在发言的时候 我 说二是茶沙 而且我说 我一定不会退水 二冲我一乐 完了 然后 二就说 因为我发着发言 他就是个恶灵骑士 我发着发言 就知道他一定是个恶灵骑士了 那没办法 被弹死了 我这 本来 以后玩原家就别验人 就别验人 好吗 我以后就验自己 那今天先把 那肯定是先把二出了 因为他是张恶灵骑士 你 你七 是张女巫 你就直接把三读了 那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 如果你们场上不信我 咱们这么玩 守卫我不知道是谁啊 我不知道守卫是谁 你呢 就去守这张三 你明天看看这个三死不死 这个 你当不了守卫啊 这个 就就去守这张三 然后呢 你七 就去读这张三 明天三你死 那二三两张派一定是狼 但是你守卫 就藏着身份别 就是这个我 你守卫是守三 你是验毒 还是自守 跟我没关系 我不管 你万一晚上被刀死了 别怪我 我一张 预言家 我先贡献了我自己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一局我们非常好打 两张狼裸在台面上 先把二出了 然后呢 你去把三给毒掉 守卫呢 好守人 我会把 我会把景辉给十号派 因为十号是一张猎人派 十一和九 我其实觉得九的状态 九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比十一好 我来说说十二不好点 以及十一不好点 十一起身的状态就不好 而且十一 在所有人都笑的时候 十一闷闷不乐 我觉得只有 只有在看到三这一轮起跳之后 狼人一定不会高兴的起来 因为一张恶灵 其实已经被 已经送出 真的是送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三号 没有必要再送了 我觉得十一有可能 就是单从面向来讲 十一看到三的行为 可能是有点不高兴 我觉得从面向来讲 十一十二两张牌 都不是很好 十二号发言 上来吞吞吐吐 想跟我站边 你到 十二是不想跟我站边的 说我不像 你又去聊十 你聊十干嘛呢 我觉得十一 我偏向 二三十一十二 十四张狼人牌 唯一的容错率是这张九 九有可能是张狼人牌 但我只是觉得 在九十一十二三张牌里面 九可能是稍微偏好的那一张 五六我不是宝 但是他们给我那个感觉 也没准真的是狼人牌 觉得我一张正元家出了 欢天喜地的 那至少一和五的身份 如果这边我盘错了的话 如果他是好人 实际上有一狼 剩下一狼有可能是五好 因为在井下 是只有一和五 井下两张牌 一的身份 一零比五的高 好吗 我是一张元家 我觉得也没关系吧 死了的话 起码为好人做贡献了 找出两张狼人牌 女巫就 女巫守卫 守卫你 守卫你不用特别听我的安排 然后就该怎么玩怎么玩 好吗 就说这么多吧 我把井会给试 一言结束 八号玩家 请离场 警长 请选择从死左或死右开始发言 死左 从九号玩家开始发言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我是不是觉得蛮怪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预言家验到一张恶灵 恶灵死就死了 一个恶灵把一个预言家弹死又不亏 而且这个技能只能发动一次啊 我建议 守七出十二 七去毒三 因为二带着解药 如果二真的是个双药女巫 他可以把三救起来 然后 因为你一定读不到二 只能去读三 对吗 你三给二发金水 在你的视角里二三是两个铁狼 因为要二自证身份 所以二带着解药 不出便宜 如果明天起来二死了 你就出局 然后 不出便宜 也二出局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出十二 因为十二是个铁狼 这个四井上我觉得也像个狼 四不去打十二的 十二首先说 这个八不太像预言家 那这个十跳了猎人 你觉得八不像预言家 那我九号跟你同样有想法 觉得八不是很像预言家的九 是不是应该像个好人 那在前之位 这个要站边 跳起来跟着猎人一起站边 八的十一 是不是就得是个狼 这个十二的发言是说 那我就跟着你十跟十一 我们带一个 带一个 对吗 所以十二的发言 井上就是个狼人发言 这个四打我九 你就去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八是张预言家 二是张恶灵骑士 那八验到了一张恶灵骑士 我九号玩家 如果跟二认识 知道他验到了恶灵骑士 他要死 我是不是立马就倒勾了 我有什么必要 说他不太像个预言家呢 所以说你 四不打十二来打我九 还拿了什么概率学来说 我不觉得 阿K是一个概率学 狼人杀玩家 我觉得你是个逻辑六 狼人杀玩家 你跟我说概率就这么巧 我觉得四四项狼 这个八一烟 直接能把四保下来的呀 因为他如果底牌是个预言家 那我觉得狼多半都去倒勾了 怎么可能说 站边的这种人 反而被他抓出来呢 这个七的发言就更怪了 你说你救了这个三 又在那里强调三 什么从不自刀这种话 我觉得完全就是个心态 我不觉得你发现哪里像女巫 今天出二是一定不可能的 你们要觉得 九二三是三个狼 那守卫 晚上就去守七 今天九就替二三扛个推 就这么简单 因为带着 因为二再怎么样说 也是有可能 是一张女巫牌的 我认为二发言 其实并没有什么 如果三是个狼人牌 他在那地方 有什么流出来 九二呢 二龄七是死了就死了 我认为十二是铁狼 今天我想跟十二拉PK谈 因为十二在那个位置 他直接说 他觉得八不像 但是因为十跟十一 在这个位置都占没了吧 尤其是十跳出来了以后 他就能把十一号也认下 也不认下我九 那你的意思是 八你认冤家 七是个女巫 七到十一都是好人 因为你紧张什么都不聊的 你听完了九跟十一的发言 十是个枪 你对话最多的是这个枪 十一是跟你想法不一样的 你如果觉得八有可能不是个冤家 你一定会去打这个十一 你会去想这个十一 有没有可能是个 跟分十十站错边的狼人牌 你十二是直接 就把十一放下的一张牌 所以你十二是张铁狼牌 这个四紧张发言也不好的 所以如果八是个狼的话 那就是八十二四 加上七十四个狼 我觉得六是个好人 今天不可能出这张二号牌 守卫会守你七 外置卫出一张 你去读三 平安夜 你们先出局 过 七号牌之所以不相信这张 旧了的牌 是因为他给 二号牌和七号牌对跳的 一张女巫牌 发了一张金水 那一张真的女巫 应该怎么看待这张三号牌呢 那是不是一定是狼呢 三号牌一定是个狼牌 几个点吧 我再讲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三号牌说 四号牌 他对着四号牌说 这张七号牌我没听到他的发言 我要听一下 我觉得你是一张预言家 你验了你的右手边是二号 你应该对数字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你不可能觉得旁边是七号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认知错误 就说明你对数字并不敏感 所以说你一定知道验的是二 你也知道自己是三 那旁边一定是四 你能对着旁边的四号说 这张七号牌的发言我没听过 所以说我觉得你对数字并不敏感 还有在八号牌发言的时候 你全场一直在认真地听八号 所以你在我心里做不成一张预言家 再有二号牌的发言 其实七号牌大家都点出来了 四号牌也受了概率学的问题 就无论从哪个点 二三都是双狼 很难做成三是一个预言家 二是一个女巫 八是一个自盗狼人牌 发了一张女巫牌查杀 然后女巫牌正好又没救 这么一系列的流程 而且二号牌 如果真的没救八号的话 不会说 这个心态是这样的心态 一定是 我没想到 我幸好没救你 我没想到你竟然自盗来 发为一张女巫牌查杀 胆子真的大 那你们狼牌请配合 跳一张女巫牌 怎么怎么样的 完全听不到 二号的这种发言 所以说二三应该是我心中的 两张定狼牌 无论怎么盘 都都是定狼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呢 是我觉得你九号牌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 回心转意 我为什么要让这个位置发言呢 因为我觉得 十一十二都不好 我想让他们的前支位发言 我不想让 这么一圈发言之后呢 他们的后支位 有一个跳身份 或者是扭转局势的能力 所以说我想把 这个位置这样转 因为我觉得五六七 三张都是偏好的牌 四号牌呢 八排的一眼没点你 但是我觉得你分析的逻辑挺对的 但是不排除是倒勾的牌 因为我没有验人功能 倒勾牌嘛 也勾得彻底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我是你四号的位置 我假设一下 我可能也会这么去盘 但是无所谓 反正你的轮次还是明天的事的 那还要听十一十二号发言 十二号的发言 从头到尾都很凝重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为什么这么凝重呢 我觉得八号牌死了 弹死了还是弹死了 都是很开心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 你真是忧国忧民啊 我觉得都挺开心的 这一任警长 怎么不比上一任强 上一任警长 手里连把枪都没有 好歹这个警长能自保 我觉得听十二号聊一下 但是轮次一定是先出二 然后女巫去读三 然后呢 守卫院怎么守是守卫的事情 你也不用费尽心 安排守卫的工作 因为你这么聊呢 其实我说句心里话 你要不在狼队呢 狼队大概率觉得你是个守卫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你还有博50%的概率 你这张牌能卷动不卷动呢 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 因为场上有很多的玩家 我觉得好人票是够的 虽然场面有四只狼 我在这儿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最后能归票的牌 所以说我发言其实不成所谓 只是说不想给狼人机会而已 因为后这位好人也都会发出一样的言 那我最后会归个票 大概率会归这张二号牌 女巫就去读掉三号 明天起来 12号 11号聊 好吗 那今天我觉得你12号好好勾一勾 彻底一些 感动一下我们 对不对 打死23 过了 我发言 我觉得可能是234 12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从23的发言里面 听得出来一些 23两张牌都有聊过12 他们认为12不好 但是其实相比于11和12 11是坚决跟8号站边的 也就是说11更容易成为你们眼中那张对立面的牌 但是这两张牌 对于我的身份定义是 朦胧两可的 或者说干脆没聊 但是他们的言语当中一定是有聊过这张12 然后对于1 你们应该也都听到了 不是 九神 你如果真的是个预言家 一定是说 你1号小鼠同学 认不准我 那你一定是个狼 对吧 一定是这种发言 所以我认为1被你保了 4我觉得可能是那张肥 因为 我两点原因吧 一点是我在发言的时候就说了 除了那张2号牌 3和4的面相都非常凝重 而在3号发言的时候 也是有着重去点那张4号牌 刚刚猎人也聊过 就是说他说那个数字的问题 其实揣测下狼人的心里面 就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狼人是很慌的 马上那个真语言家就要自证了 那这时候他打谁呢 就打打狼同伴吧 总不能去打好人 对吗 这个时候 因为狼队其实内心还是抱有一丝 侥幸的心理 看能不能 抢个警徽 骗骗好人 打打狼同伴 然后狼同伴去填填狼坑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心理 可能狼坑打了一点死 但是我觉得12应该是跑不了了 4可能还有好人的面 但是我觉得12应该跑不了 因为你12的发言 就像那个9号牌说的 你起来这个发言真的油腻不堪 你又不想站8的边 又说带一个带一个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吗 我觉得可能外之位的牌都保了吧 这个6又不做事 不做事就把你放下来 我觉得你不做事应该是好人 就打了我对吧 没关系 我这人特别大度 你打我 我看你做事不做事 你就想给我点压力吗 我这个人现在也 盘性蛮好的 我是个狼你也炸不出来 我这轮大概率会出二吧 因为其实这局 逻辑几点是找女巫 就是你们比对一下 那个7和2 两张牌谁发言更像女巫 就我们假设2是个女巫 那个8是个自刀狼 然后他没救 我觉得苍杰的反应 一定是特别开心 老流氓你玩崩了吧 我昨天没救你 对吧 一定是这样的反应 而且他会确切地说 后置位一定有一张冤家起跳 但是在他的自理行间 没有流露出这些东西 而是他的状态 其实压得非常低 那个7 我听了发言有一句不好 你说了一句 你说 我觉得3可能是个自刀 在你的视角里 它一定是个自刀 对吧 但是我不拿着点打死你 因为我好人 视角会开阔一点 就是我认为 这可能是你的口误 因为这是个硬逻辑 就倒推出来 3一定是个自刀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两张女巫牌发言 综合下来 我觉得7更像那张女巫牌 2应该是个恶灵骑士 把真愿家弹死了 我觉得4个狼 可能是2 3 4 12 没事 你们4和12里面 如果有好人 就帮好人玩就行了 我们后面慢慢变嘛 对吧 反正有守卫 可以追轮次 我觉得今天2应该是出局 我会投这张2 状态不像个女巫牌 好吧 过了 我觉得老党确实很敬业 我知道对于你 这么一个耿直的玩家 在这种两狼裸做的时候 要装开心 还要为夏绿伦做打算 很难 因为你聊着聊着 前半程我觉得还行吧 该打的该扛推的都做好了 但后半程聊的全是狼的心路旅程 哎呀 我都自刀了 为什么你3还要起跳 为什么不仅上打到 又像你一样 所以我认为你一定是一张狼 2是一张狼 3是一张狼 11是一张狼 9这张牌 我觉得 你最后聊的那个 所有的好人的轮次问题 我觉得你挺为好人着想 像一个好人 但是你在这位置打了我12 打了这张4 你不聊这张11 所以我觉得 对于你9的判断 因为你这个人头比较铁 我不能判断你是一把 就是很冲锋很冲锋的狼 装作投铁还是真的投铁 所以我对你9是有容忍的 但是我对你11没有容忍 因为老党 我对你的人设判定太清晰了 你是一个很耿直的人 狼在这个位置 你没办法像 可能像我12 或者像昨天这个4一样 做出很做做的 把狼队友卖掉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你11一定是个狼 最后一个狼我认为出在1459里面 好吧 这样6被我排了 因为6这个时候你们都给我哭 这个6怎么评价你呢 今天是你先不忍的 所以我跟着你后面泪一泪 希望当你发现的时候 不要再起来对我这个12说 哎呀这个什么什么 6我能排 1跟5两张牌呢 我觉得从他们锦下投票的行为来说 有点做作 我不知道是这个5在演这个1 还是这个1在演这个5 当然你们两个可能都是两个好人 4警商的发言 我认为23如果 21张恶灵骑士 已知弹死一张预言家 3一个自刀狼汉跳起来 就这个2的情况下 4作为23的狼同伴 在那个位置直接一把掌 把23拍死 所以我觉得4也不太像 那7是个女巫 所以其实就是159吧 我觉得你9排第一个 好吧 不能每次因为你的铁头形象 就把你保下来 但牢挡你跑不了 因为我们俩太了解了 好吧 先出2读3 明天出11 好吧过了 1号玩家发言 1号玩家想对你12号玩家说 上一期的仇 我一定要报给你看 你今天第二天 如果你不 如果不把你除掉 我就服毒自尽 我服毒自尽 虽然毒不在我手 但是我宁愿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个电话上 导播 请给我们一个 12到3的 4人机位 4人机位 我今天要把这三个 把我身边三个人轮流都出了 真的轮流都出了 我在想最后的狼是什么 从他的发言当中告诉我 90个好的铁弹 我得给你传递一点男人的信息 我希望你能捕捉到 因为我 我就这样跟你们狼队名说了 我不是那张守卫吧 一会儿就拼刀吧 铁弹你如果是那张守卫 你有可能今天就走了 我希望你能好好保护一下 自己的小身体 真的铁弹 我得给你传递一点男人的信息 你不要再去想什么 80个狼的任何问题了 真的不要想 连狼都告诉你 是不是这头狼都告诉你 二三是双狼了 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你认得十二是个铁狼吧 连他都告诉你 二三是双狼 我们好人也告诉你 二三是双狼 十二是个狼 那你就别再去想别的问题 别再去想那个 西发言不好 什么女巫 他可能不是个女巫 晚上再怎么安排守卫工作 我希望你的大脑 能通过我这番话 能醒一醒 实在不行 你就去我们官方狼上 实在再练脸 不想 我这话我只对西小典说过 我不想对你说 真的 行一行 我得给你 传递一点男人的信息 你第二天不死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上面 不把你推出去 今天先 今天先出二 晚上读三 第二天起来出十二 我在想最后 首先 我再说说 我一个平民视角吧 紧下就两个人 其实我对五号玩家 是有点钓鱼执法的 我就一直在跟他 在投票环节的时候 我看他会不会上个钩 会不会上个钩 投个三 我发现怎么说呢 我先认识看 找到最后有狼之前 四可以先放一放 六如果他真的是 赖出来的好人的话 那最后有狼只能是小楼 我对小楼 我希望大家能别把五号玩家 这张盘忘了 因为他是唯一跟我两个人 在井下的 而且在我的认知当中 小楼拿好人一定会上井 他这一盘拿着狼 一定会在井下 如果他是个狼的话 十二 我认为十二号玩家 是一定在狼坑位上 逃不掉的 他对着十一这么猛锤 这么猛锤 猛锤不死 那我认为十一是个好人 而且十一在井上 在井上 我已经标记为好人了 在井上 我先说说 我标记得几头狼 十二 说发完言 我就标记了 二 没发言 我就标记了 三号不 他好像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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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出 先出二 十二不行 十二何可了 我不想看见十二号玩家 第二天还能活在场上 我今天就不给你盘逻辑 我就说你是狼 你就是个狼 你就没有别的身份了 这叫以笔之道 环师比身 上一期这位盘 你也是这么说我的 对不对 你就给我出局 我对小楼有点敌 四号 四号玩家再听一听 四六再听一听 我认为十一是个好人 铁蛋一定是个好人 他不能是个狼 在我们这个四人机会 三个人都阵亡以后 我要跟五号玩家生死批一下 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吃刀的 对不对 我一定能活在场上的 我要跟五号玩家生死批一下 我希望大家也别忘了五号玩家 过了 二号发言 首先你们有什么自信 能把一张双药女巫出在台面上呢 能不能保留一丝的可能性 我的确是一张女巫牌 有的时候世界就是这么神奇 神奇的事情就是 OK 刚才我的发言 可能有一点不好 就是我太过自信了 因为我没有救一张狼人牌 然后这个狼人牌 发我一张茶 说还说绝不退守 我又是一张女巫牌 所以我才发出那样的言 那现在看起来是我太过自信了 事情就是这么巧 它就是一张汉跳的狼人牌 我是一张女巫牌 它发了我女巫牌茶杀 我没有救它 就是这样 这就是事实 然后就是 我先说一下狼坑吧 四你一定是一张狼人牌了 七号跟我汉跳的一张狼人牌 八号一张狼人牌 还有一张狼人牌 我一直在十一十二当中想 我觉得是这张十二号牌 因为十一号牌 如果你是狼人牌 你不会在那个地方说一句 你七号牌说三号 可能是一张 把他的口误抓出来 你不会点出来 所以你应该是一张好人牌 而十二号牌在这个地方 它都已经开始 为之后的地方找扛推位了 满场找扛推位了 那我先跟场上的 现在我的狼坑已经出来了 四 七 八 十二 首先三号牌 就是你是一张狼人牌 你好好发言 拿出你狼人牌的状态 然后其次就是跟好人对话 我是一张双药女巫牌 你们能不能保留一丝 我是双药女巫的可能性 我可以自证 怎么自证 它是没有一个任何功能的牌 恶灵骑士的技能只能发一次 也就是说 恶灵骑士不能谈任何人的 今天晚上 外之位 只要这三张导牌 我是绝对不救 如果不是这三张导牌 我一定救 如果守卫守我 可以守一轮平安 也不守我的话 我今天晚上保证双死 就是我不知道 球大你为什么要闭上眼睛 因为你是场上的猎人牌 且是拿警惠的这张牌 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你自己想一想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首先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合 其次 我是一张双药女牌 如果说晚上 倒牌的是 4号7号 我是不会 4号12号 我是不会救的 就是狼人 如果守卫不守我 狼人会叨我 对吗 叨我的话 我一定会去撒毒 那我会在 4和12当中去撒 因为他们说 我找到两张狼人牌 就是小阿K 在前志伟的发言 我就认为 你是一张狼人牌了 你不可能只这样 去分析一个单边逻辑 完全顺着之外的话说 希望你们能够 我对好人对话 你们保留 一丝丝的可能性 相信我 今天晚上之后 你们就可以看到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 不要被一根筋去 蒙蔽了头脑 我最后说一下 你们实在不信 出这张三号牌 反正也是一张狼牌 对不对 今天晚上不后 我一定能自证身份 明天 你们再看 实在不信 对你们来说 出三号出二号 不是一样吗 这个零其实已经不可能 发动技能了 如果是按照你们那个 死逻辑 你们只有一条线的逻辑 你们从头到尾 我认的好人牌 全部都只有一条逻辑 那你们只有一条逻辑的情况下 出二号出三号不是一样吗 那你出三 你如果实在认不下的话 但是我一定能保证一轮平安夜 如果是守卫守卫 守卫不守卫的话 我会去在四号七号里面去读 就是我能看到狼人的刀型的 好吗 就外之为其他的牌 我会救 就是我很神奇 为什么 就是即便是你们认为 认为你们按照你们那个死逻辑 走下去 那么为什么要把一张双药女巫 牌出在台面上呢 这个游戏的轮次不是这样的 好吗 你想想看 请这位十号拿着警惠的人 好好想想看 哎 三号玩家跟这个二号玩家 其实心情是一样的 就是 很努力的 其实其实二号玩家 他是 很难做出来这样一波操作 已经帮好人打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看到场面上没有一个好人站边他 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花脑气包去分析 他要想办法让别人相信他 这件事情让人感觉到可悲和寒心 我 我从 嗯 我从十二玩家开始说吧 十二玩家 你这一轮的逻辑加了一条 是因为我不熟悉数字 对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这张牌会在这里去救这张二号牌 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去报一个二号牌的金水 我去让唯一女巫怀疑我 在我们已经谈死了 恶灵骑士已经谈死了一个真与原家的情况 我还要出来救他 两种逻辑 一种我救他 所有人跟我一起去出这个七 还有一种逻辑 我不去救他 我们接下来打倒钩 我们两种都优势很大 我三号选择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打法 你却只认我三号去读了八号的状态 所以你认我不可能是个真与原家 你认为真与原家不会去读汉跳原家的逻辑 而且你认为这一轮什么我不清楚 我验人验二 所以我不太会 不知道那个人是十二而不是七 所以你铁站在这个八号的边 跟上次一样好了伤疤忘了疼 并且在这里嘻嘻哈哈的 跟大家觉得一定能出对人 对吗 这是你十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基本上 一号玩家是我认为他一定能够读出我状态的一张牌 但是他就是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严肃一点 因为在这个局面下面 如果说二号已经这么漂亮的一波操作 你们还要把一个双药女巫冲在台面 然后你们还要嘻嘻哈哈 这个对于你们的好人来讲 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也是比较尽力了 但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一号你要想清楚你的战边逻辑 九号玩家我不得不说 非常的优秀 他提出了一个很可行的做法 这人我告诉你 就出我三号也不能出这个二号 因为二号是双药女巫 当然你只要一轮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二号是不是女巫了 只要一轮你们就可以所有人醒悟 因为我这一定是最后一轮发言了 因为四郎是四七八十二 后面六号牌是一张不敢于扭转局势的牌 五号牌是一个不敢于站边的牌 甚至不会站边的牌 所以在我这里已经是好人的最后轮次了 这个我相信前志卫你们这些西架号的好人 你十号牌十一号牌包括你一号牌 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 然后这一局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七号牌你不要去归这个二号牌 因为没有任何归二号牌的理由 你认八号牌也是归我三号牌 我一回合就让你走 因为在你的逻辑里面 二号牌已经发动过技能了对吗 那场上我保证你去读四读十二 狼人是没有去刀四刀十二的理由的对不对 我先让你们保证在你们的逻辑里一定不亏 好吧 在你们认八号是真语言家 我是汉跳 他是恶灵骑士的情况下 绝对不亏的一种方法 然后我们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他们好人是能够跟上我们的思路的 我想怎么样不亏呢 在你们视角里 现在是走了一个真语言家 那我陪葬 好吧 这把我投我 我出局这样陪葬 那么接下来的情况下 你们认 别演你吗 你们认 他是恶灵骑士已经发挥过功能 女巫是有毒药没解药 对吧 那你觉得谁是狼 你去读 好不好 现在我走了 你觉得你读他读不死 你觉得九是狼 老鼠你觉得十二是狼 对不对 这样这样这样 你去读十二或者读九 然后守卫去守这张四 然后你去读这张四 那四号一死 只有这样 明天早上起来 你就一定是真女巫 好不好 我保证这个四号一定死 我保证这个四号一定死 守卫一定去守这张四 然后你七号 你一定不能去归这个二 你如果归这个二 他们大家不要理他 他如果归二 你们跟着归我 我自己归三 可以吧 因为我们这样认为 轮次领先 我已经找到死亡了 我说成这样 你们去从你们的逻辑角度来想一想 你们的逻辑角度也不亏了 好不好 我用我的死来换取你们的醒悟 这样可以了吗 我不希望大家就是嘻嘻哈哈去 卢杰木道 被那个什么 就不太好 因为我认为我这是最后的一个归票的位置 后面这个六号肯定他不可能扛起 你们前面这么多人猎人带队 要背锅也是你背锅 所以六号不可能去改变发言的 五号也不可能 所以后这位两张牌就只能这样了 所以你去读四 守卫去守四 听清楚吗 我以我三号自投 我三号是一张臭不要脸狼 我三号就是一定要起来 我让真女巫不信我 我要自己投自己 我也要证明 就是大家我是一只狼 我绝对不打瘾狼 我一定要跳这个预言家 我还要去救他 然后我还自己投自己 六号玩家 现在可以发格意见了吗 那个八号玩家已经走了 现在因为你还在吗 那么我能说啥了吗 我不知道你六号玩家听了 这个二三的发言 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我心情里面 就给他们送了两个字 叫拉闸 叫拉闸 因为二号玩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井上 因为其实我没有太 就是我打了 但是我没有 就是那种 把它垂进土里的那种感觉 二号玩家井上 我记得你就说过 十一十二里面要出一张狼 那个九都 是不是就标记了十二十个狼 这个一在井下都已经标记十二十个狼 你就标记不出来吗 你苍铁 现在这配置 才几天没电就下降了吗 你在这个地方 纠结什么轮次这种东西 那你就学这个九号玩家吗 你不是觉得九号玩家 可以 carry 好人 是不是后这位也有人在里面保他 那你就跟着他出十二呀 你纠结什么呢 这个三也是的 你怎么要自出十二嘛 对不对 你没有不愿意 那你就二号玩家出局啊 这游戏不是就这么简单吗 我选择了下面这张八号牌 我今天听着你一阵忽悠 然后你们晚上对着 对着那个那个七号来一刀 对吗 对着首位或者首位来一刀 然后我们就看着预言家和另外一张神牌走了 然后我们在场上再默默地看着 说好的平安夜呢 说好的双死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这不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不可能好吗 今天二号玩家你一定得出局 还有这个三号玩家 不是你们你们就这么爱对着这个十号玩家 你们不是觉得六号玩家是个好人吗 你们怎么不对着六号玩家 多聊一聊呢 让他来骗骗他呢 是觉得十号经常好骗吗 你觉得他是一个轻易能打动的人吗 这很简单 今天二号玩家出局 你三号你就晚上直接读了 首位就像八号一言一样 我们也不用管首位自己怎么守 不用管 因为首位我觉得我们不管他怎么守 他自己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 心如历程 首位的心如历程 我觉得可以杜绝狼人最后一线汗跳首位 去把真首位干出去的一线升级 好吗 我就保证获胜 就这么简单 二号玩家出局 三号玩家吃毒 然后等警长归票就行了 然后听听五的发言吗 五比锦夏没听过发言 过了 五号玩家发言 就先对话 这个一号 沈佳琪 我们两个都是在锦夏的 不能因为这个三号提了你一句 你的身份就比我高 首先我们两个身份都一样的 但是我们两个怎么也得 就是二三十二甚至四 后才是我们两个轮次 到时候我把你按在图里面吹 我让你跪起来见我爸爸 然后 然后我为什么是个好人 因为八号被弹死的时候 我是发自内心的笑的 我是内心中会觉得 其实我是不应该笑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好人嘛 那预言家死了 总归我还是得相信一下 但是我看到八号死了 我就 就真的忍不住 就 很想笑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挺开心的 八号他 前在上一集里面 他的发言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预言家 然后 我问他你为什么晚上不验人 我怕验到恶灵其色 我说你验个精神也行 不敢冒险 不敢冒险 想在场上多活一轮 八号是一个非常非常怕死的人 然后他第一轮就出局了 现在可能在后台哭 所以 我觉得我们可以笑一笑嘛 然后 这个 我觉得一号 我听他发言 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所以 这个一号我认下来 因为场面上现在的明郎 如果按我们的想法 明郎其实是有点多的 包括这个十二号 二号 三号 就像之前四号有盘过一个 就是概率学来说 就是我觉得女巫啊 一个负责任的女巫 会在第一晚开药的 假如我是个女巫 我看到一个人死了 比如说九神死了 我觉得九神是真的 不太会自刀的 我是觉得九神可能想突破一下自己吧 他可能自刀了 而且可能心还挺大 所以弄得我现在也很迷 但是 没关系 警长你要记住 你的这个警徽 有我50%的股份 有他50%的股份 出了责任 问题在你 因为你是警长的吧 还是要猎人牌 所以我这一轮 初二 初三 我都可以 因为如果说二号是张狼人牌 它已经是张恶灵骑士 它已经没有功能了 那如果二号是张女巫牌 我觉得听七号的发言 我就能分辨 二七谁是真的女巫吧 真的女巫 其实心路历程应该是挺丰富的 因为他要经过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刀 然后经过我要到底 要不要就种这样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模仿的 所以我想听一下 重点听一下七号的发言 然后九号这张牌 你们都能把它保下来 看他 还是要看下一轮吧 因为铁蛋你再回想起 你之前卫狼打冲锋的时候 你的好人状态 我觉得跟现在好人状态 也挺相似的 铁蛋 多想一想 别到时候又卫狼打了冲锋 反正我还是希望铁蛋都发言吧 这个 什么六号牌 哭哭牌 哭哭牌 你不是结果死了 你应该很难过 你不是哭吗 我就想听一下六号哭吧 过 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我相信 我可能会说是 也不是掉下眼 我觉得相信 我相信 但凡是一个好人 二三 绝对不能出二 我哪怕再战变八 我也要出三 出二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四号玩家 当七号玩家在井上 我摸嘴发言的时候 我总感觉有一丝的诡异 七号玩家说 我饮水不想抱 救了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给他 对跳女的人发一张金水牌 这饮水泡不抱 他都是个狼人 你 我如果说二号玩家 在那个位置 自刀狼不救 那个状态不像个女巫 我觉得你也不像那个 救了自刀狼的女巫 你敢说 我饮水不想抱 我觉得你第一句话应该是 哇塞 你们这下真的崩了 你给他发个 你给他发个精神 那你就真崩了 我是个女巫 你自刀了 你发谁饮水不好 你就发给一个 恶灵骑士发一个 我在三号那个位置 我发谁饮金水 我都不会发二 因为我晚上自刀狼 我博取了女巫的信任 我接下来紧接着 我给女巫当头一棒 我给那个恶灵骑士发一个金水 我本来还有可能骗得到女巫 但现在完全 女巫一定接受不了我了 我还是个自刀狼 当七发三饮水的时候 我总感觉很怪 一圈发一下来 你们说铁丹做不起个狼人 我在井上 我说了铁丹不像个坏人 是因为节外发言确实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 我在这个位置起跳 什么叫起跳 你是个愿家 在哪都是起跳 我今天不会出二 绝对不能出二 哪怕二三四两狼 出人有先后 也只能出三 其实我最想出的是四 四完全 你的良心真的不会多 我听了二三的七枚故事 我绝对不能出他们 三说你们一定不能出我 我汉条失败了 我出我 我知道了出我 我真的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倒不是因为 二三的演技 而且有太多的疑点 让我感觉二三可能 真的是那个愿家 不说二是不是个女巫吧 七的女巫视角 并不是那么完美 如果真如三二所说 那可能狼人真的 常常狼人是四七 十二 还八 这个女巫你跳出来 我觉得你不跳都可以 好吗 我跟警长对话 我不希望重蹈 上一期的那个故事 我跟你吃着火锅 唱着个莫名气氛就拍到了 好吗 如果你 我不能说其他的那些 因为把身份点得太破 我们可能 都没有余地 所以我希望警长 你考虑一下 如果二真的是那个女巫 三真的是那个愿家 那四就一定是个狼人 四完全就没有 就这样的故事 完全打动不了他 哪怕打动不了 你依然认二三是双狼 我绝对要出三号玩家 我不能出二号玩家 至于 我就这么说 七你是个女巫 二号玩家一定要死的 我不管你怎么 晚上你们守卫怎么守 我一定要看到 第二天起来看到 二号玩家是死的 因为二号玩家发动过技能 在七四个牛的精力下 二一定发动过技能 二一定被堵死 一定堵得死 我今天要看多少票 能投到这个二号头上 这个无关 无关说你们信 谁是原家 或者谁是狼 就是一个配置 你说出三 你认为三也得是个狼 你要是信了二三故事 你来出我七 我就问你 今天出了三 我赌谁 我赌你六吗 我可以赌你六吗 我就问你 你冲我点一下头 我们今天就出三 我赌谁呢 我赌二 晚上我死 我是不是需要 再通过一个女巫的死 和冤家死一起 证明二是个狼人呢 什么概率啊 我就问你们 换位思考一下 可以吗 你底牌 是张女巫牌 你起来 上帝告诉你 八号人家死亡了 你说不救 可能嘛 有这种故事嘛 起来八黑 刚巧发给你一张茶沙牌 有这种故事嘛 哪个是故事啊 是二三的七美 煽动是故事 还是 预言家 艳朵人其实死了 其实预言家是个狼 起来就发女巫一张 女巫还没救 到底哪一个是故事啊 我可以读你六吗 我就问你 我认为你是个好人 因为三在那个位置说 莫之蔚这个六是一个不敢 不敢改票的 我认为他不认识你 且之外告诉我 你是个好人 我信之外的配置 我认为你就是个好人 你在莫之蔚发了什么眼 不是 可以 我读谁你告诉我 我底牌拿着张女巫 第一天冤家 弹死在台面上 我读错了 是不是 狼人照着守卫一刀 照着我一刀 我们两神 傻乎乎的出局了 底下你们面对 苍姐的拍刀 开心吗 我出二啊 我一定出二 我看看你们有多少人去投三 好吗 我今天一定读三 如果三出局了 我就不开读 就这么简单 如果三出局了 我一定不开读 这样 三出局了 你们谁愿意替这个二来抗一读 你们就去投 投到三 从小到大 第一张牌我来读 因为是你们去投了这张三 对吗 我认为的狼 十二二三 我觉得这外的判断不大会错 所以我觉得设十一 不是这张四二牌 我相信他 但是我想对李铁蛋说一句话 我不特别想对你有什么再多的容忍了 因为你之前 莫之谓汉跳一张女巫牌 去帮老人打 今天你钱之谓又去帮老人打山洞 因为我觉得 就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是利用你自己投铁形象去打冲锋 因为这外说你是个容错率 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个局部出二吗 一张恶灵奇是跳在台面上 跟你们打 这个三跟二在配合苦情戏说 今天出我三 那我读谁呢 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底牌拿张女巫你读谁呢 这个三还说让去守四 二说四是个铁狼还能去守四的 你不是让二是个女巫吗 二说四是个铁狼 对吗 你自己 你们把自己换位成一张女巫牌 你们想一想你们晚上是张女巫牌 看到GY倒牌了 你们会说起来我告诉你我不想救 这什么啊 不这种发言 这种小学生战边你们也能站错了 我觉得就二三这种情况下 你们是被他们伤过 就是我们 我感觉二三发言有点在质疑好人的智商这种感觉 真的 我出二 你可以归三 因为 但你 你我一定放着对吗 但是 我读人 我大概率从十二 或者从后置位 真的去投三的人里面读 好吗 归二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三号 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 七号 十二号 投给二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三号 三号玩家出局 交牌 交牌 狼人交牌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本局游戏中 四号KS 八号GY 和十二号李斯 是三张狼人牌 七号木木 是恶灵骑士 三号2009 是青狼预言家 二号小仓 是女巫 十号囚徒 是猎人 五号小楼 是邪城旅行 首位 其余四名玩家 则是村名牌 邪城旅行 带您走进 精彩复盘时刻 第一晚 在守卫小楼空手的情况下 狼人安排JY自刀 恶灵骑士 木木 汗跳的战术 然而 女巫小仓 在看到死讯后 并未选择开要解救 狼人JY第一晚死亡 井上竞选环节 狼人JY第一个发言 原计划 发女巫小仓查杀 然后退水 做高自己身份 但发言中 狼人JY 不但抿出了 小仓女巫身份 还抿出 女巫小仓 大概率喂救自己 于是改变战术 汗跳原家 并表示绝不退水 把女巫小仓 打成恶灵骑士 为自己之后 可能死亡做铺垫 后制为女巫小仓起跳 任女巫 称第一晚狼人JY 自刀未救 自己双腰在手 可以自证身份 原家2009 第一晚宴的人 正是女巫小仓 发女巫小仓精水 一圈发言之后 莫制为恶灵骑士 木木起跳女巫 为自己狼队友JY号票 称第一晚的饮水 是2009 且任2009 自刀汗跳 最终形成 井上两神两狼 对峙的局势 第一天白天 狼人JY 利用遗言 把女巫小仓 打造成恶灵骑士 企图利用 多重巧合 扛推女巫小仓 女巫小仓 强势表水 想要获得好人信任 再加上 预言家2009 宁愿自己出局 也要给女巫小仓 自证身份的机会 最终 预言家2009 被票出局 但由于真女巫小仓 双要在手 恶灵骑士 木木第二天 女巫身份 必然不攻自破 狼队选择交牌 好人阵营获胜 本局游戏中 获得荣誉勋章的玩家有 属大王 小仓 2009 小楼 李警 李铁弹 囚徒 老党 本节目由 天黑请闭眼 天亮就旅行的 携程旅行 独家冠名播出 又是旅行家 天黑请闭眼 这是哪儿 天亮就旅行 加载携程旅行APP 携程在上 说字就在 第二局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 抽取自己的卡牌 感谢携程旅行 送我的这张 牌放愚言家牌 他为什么放反了 这样不好 小楼拿到了 第一次狼人牌 干嘛呢 你想吃刀啊 怎么搞的 不要补吞了 真的不要补吞了 你要补 这个普通车名 我就撞在他妈的这个电话 一头撞死 游戏开始 天黑 请闭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亮了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2号 3号 4号 6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共8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10号开始发言 天黑 天黑请闭眼 天亮就旅行 我是一张好人牌 前置位呢 我想诈身份的 练了广告以后忘了 我觉得李铁让是个好人 因为入夜之前 他问我一个问题 你是狼吗 不是 所以你说不是 应该是个狼 我觉得 他是一个找狼的心态 不像是个狼 那苍姐这局呢 状态很满 我觉得 警长应该是有话要说 然后 其他的话 李斯 如自己 之前的安排一样 没有上警 但我觉得这次呢 李斯在警下 像是一个冲票的狼人 看一下表情 没有太大的变化 现在他已经没有表情 再看看 KS上警的时候有点 很不情愿的 不知道 感觉你好像有话要说 在前置位 没看出什么信息 我觉得 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觉得 过吧 没有 我不跳 别笑 我不跳 我本来想跳一下 这个六对着我笑 我实在跳不起来了 真的 想诈诈身份的 跳个预言家 看看你们反馈 我再想 昨晚一定安排了特别饱满的故事 我觉得 我夜里面就在盘算 这个得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就是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他怎么样 对吧 要么就 你跳 你跳 不跳 你跳 不跳 所以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 我觉得 这个九十可以保 因为这两个人 好像我印象中没跳过预言家 就是汉跳 可能会可信度高一点 而且对于出于人设的考虑 这两个人 比较 就愿意去 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其他在 除了这些形象特别差的 我觉得 我盘算了一下人设 好像都不太愿意跳 但是 刚刚球大的发言 可能打了我的脸 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人 有点问题 因为球大起来说 八号 炸了他的 那个九号炸了他身份 说 你是不是个狼 然后他给了反馈 他说 那你得是个狼 不是 这个九号玩家 特别做做 我们玩线下局 那个狼人牌是红色的 这兄弟在我旁边看两遍牌 所以我不知道 是你球大对他不了解 还是你们两郎 在这边做做 反正我对这个九啊 就是摸牌之后 说的任何话 我都反过来听 我觉得这人不行 真的 他在拿狼之后 特别做做 我都这样打你了 你就别跳了 因为你跳 我估计是不信你 不站你边 然后 锦下三张对吧 十二一五 一摸牌 你还 感觉像个好人 没有出现像这个 前一期摸牌之后的那个状态 五的话 我没看到 真诚地对着我笑 那我就先信你 好吧 这个 那十二 你可能 不急 不是你的伦次 对吧 你看这十二都没表情了 算了 你也不给我反馈 那就算了 我不聊你了 因为夜里面不睁眼 没信息 所以我就多想一想 仅有的信息 得出这些结论 供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吗 我过了 二号发言了 我觉得十一号 还行好吗 分析了那么多 然后 我看谁能跳起来 你就算了 八号刚才吃东西那样 肯定不会跳 三号我觉得不像跳的样子 要跳到 四六七里面跳吧 然后 之前跟九神对话 我觉得有人戴卦像 但是我怕说出来 到时候他们当神刀了 怎么办 爱救生 我说你戴卦像 并不代表你是坏人 对吧 所以呢 我看你发眼 我能看出来 用你真挚地 保护我的宠溺的目光 中眉头了 好吓人 开个玩笑 大家可以多上狼人杀 官方APP上去玩一玩 感觉最近在上面玩得很开心 然后基本上在上面各种练汉跳练的还是很开心的 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哦 过了 三号玩家 潘大可有第四季继续锦上滑一轮 好不好 这个这个 呃 随便点个四郎吧 一 十二 七 八 过了 一 十二 七 八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九神 但是 你可能不像一个狼 我觉得二号玩家 你可能走远了 我觉得你可能走远了 我是一张好人牌 你去点评了钱志卫的十一 那十呢 你既然想点评就一起点评嘛 就十一还可以 那十是什么呢 十一可是打了 十 连带着九都一阵锤的一张人牌 对不对 你 你让我想到了曾经我在 面纱的时候 上井第一个发言时 那种尴尬到不行的那种感觉 不是你点 那你就好好点 什么谁要跳 谁不跳 谁挂身份 这个那个 不是你有 有一点点像是一张好人牌的心态和视角吗 你的发言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你二号牌 从此时此刻开始 你就开始 九二八点的就干你 你身份的这个任务 对 我觉得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二号在我这边 大概率是一张狼人牌了 呃 十一跟十啊 因为二在这位置保了十一 十一的话 因为我听他在打十跟九的时候 我对你十一是有在有失忆的 你在那边盘了一个两牢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你去打十会更合理一点 因为十先之后去把这个九给保了 拿一个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明白的一个 类似于 入夜前的一个鸣挂项 或者一个简单的小对话 去保了这个九 我觉得你可以打十 但是你在没有听九发言的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个九给凌空给打了 我不是特别认可 虽然我也不知道九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三 因为我觉得二 二呢是一张狼人牌的情况下 他跟你三对话了 我觉得不太像两狼 我认为他是个狼的情况下 他跟你对话 我觉得可能 想给你一些好感 就想让你对他也有一些好感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三可能会是个好人 好吧 锦夏一十二 五三张牌 我不知道 我又不太爱名挂项的 我喜欢听发言 因为现在锦上没有那么多位置 可以让我凌空窄出去 就把你们锦夏的牌给打进去 那所以我就不想理会你们锦夏的牌 看看你们的投票和发言再说 我是一张好人牌 呃 这个力度 咱们不是经常往杀吗 是不是 这前之位给后之位丢进水 那后之位那个对跳的 一定得打你们俩两狼 这 是不是多好呢 呃 我听听看吧 听听后之位 因为这四张牌里面得有一个真的 和一个假的 出现对跳 好吧 我也不用什么退水不退水的方式 来表达我自己的站边 锦夏再聊嘛 好吧 锦夏选择了上井 我也没有办法清晰的 用自己的投票和各方面去聊出来 没什么关系 锦夏再去选择站边就行了 我这张好人牌 过了 嗯 五张牌 我认为二是 最好的那张牌 矮个里拔高个 自爆 七号玩家自爆 是否留下纸刀 嗯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明天雅 咱们 特有啊 他们感兴 수 我们感兴趣的 又感兴趣的 我认为天晓了 钱 人在井上的玩家 请举手 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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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玩家自爆 是否留下纸刀 是 本局游戏 没有井辉 昨天晚上死亡的事 九号 九号玩家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昨天晚上死亡的事 昨天晚上死亡 intention 八号 八号玩家请离场 前 黎 十年 从四号玩家 Wako verm Pic 正是不太开心 先知为发言 六 七手的发言第一句话 然后七次报了 没有记错的话 他说好像他表达的意思是 请知为五张牌里面 二是你觉得最好的一张牌 那我想听听具体是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能力空保下二 那我想你接下来的发言 应该就是要打我四了 不可能你不好二不打我四 当然你也可以聊得出 为什么四打了二也是个好人 想听听你的发言吧 因为我没有听见你全部的发言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聊你这张六号牌 但是从景上的格式来看的话 我先盘八是一张吃刀的牌 而且我认为他大概不能是一张女巫 至于会不会是首位我就不盘了 我当他是一张好人 因为他是女巫 我觉得他一定会开读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是个好人 那我就八九里面总会出一张 预言加一张好人牌 其实在那个位置自曝 大概率我觉得就是不想起跳 可能跟后织两个人对跳 其实都会有一些压力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 想把焦点引到景下吧 景下的一张五号牌自曝了 那我认为一十二里面 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觉得一十二可能都好人 我觉得可能都好人 如果还得出一张狼的话 我想来想去啊 一十二如果里面还得出一张狼 那就跳嘛 那就是那就是 我还得出一张狼的话 就是一次的 我还得出一张狼的话 这个都好人 那是第一个打的 就是准备了 你为什么还得出一张狼 对吧 我又得听你发言再定 我这颈上的狼牌可能是 四郎的格局在我这边 我随便点一下吧 5 7对吧 自爆两张狼牌 我颈上打这个2 在没有听到他下一轮发言之前 我依然觉得他是一张狼牌 2和这个10 因为2没有两几十 保了11 我这场景也不会凌空保自己的队友 好吧 我觉得就是2 10 5 7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四郎格局吧 好吧 我听你发言 我现在发现真的一点息息都没有 我会看后置位 后置位如果有一张 比如说有一张女巫牌出来带票的话 可能会跟 可能会跟票 但如果我觉得他归的不是我心目中的狼牌 我依然会选择投我自己的票 好吧 当然如果 我也不知道投谁 归的又不满意 我就压手 我就这么简单 我是一张好人牌 好吧 过了 一张一张说吧 我顶上 说了半句话 我也不知道这个7跟这个2什么关系 我就说了那个2有些矮 他就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张张说吧 我认为10号玩家跟11号玩家其实差不多 硬要挑个字 我觉得10会更差一些 因为10呢完全在瞎说 胡说八道 当然了我很多时候也会在前作为发言 所以10的那种尬聊我是能够理解的 11号玩家呢 你再怎么样都有了那么一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我觉得你聊的就你们两个聊的东西 我几乎都听不到任何的营养的东西 但是2在那个位置发言 2说相对来说11会更好一些 因为11聊的比10会更多一些 虽然也假设了很多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因为11号玩家确实他拿起那个放大镜的时候 拿起这个博士轮的时候 我就想起他前一轮 好像有起跳一个愿家式的那种感觉 有起跳式动作 但是他也没跳 所以2对10和11的评价里面 我觉得他要去把11往上拉一拉 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的 相反因为2我对他的视角还蛮正 所以我把2没有就没有怀疑过你 3号玩家很难说 3号玩家是一张只说了4个字的牌 点了4个号码就过了 因为3号玩家是这样的 我听3号玩家身份是很多时候都凭他的语速 你语速很均匀 甚至是比平时会略快 我就认他是个好人 就这么简单 但是他现在没有让我感觉到 他语速上有什么大的疲漏 所以我还得听3的发言 4我觉得你蛮像狼人的 4在锦上 你完全听过4张牌的发言 但是你的发言太官方了 就我记得很多时候 别人认你是个好人 我打你是个狼人是一个道理 你说了很多东西 你比方说说2你走远了 那么你说2走远了 2去保了11 除非你认11是个狼人 就你刚刚打我这个 想打你这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你要说2不好 那就11也不好 211是你两张 坚定不宜在锦上认为两张坏的身份 那么后面什么 6789一定有一张真的一张假的 这种东西 你看似说了很多话 但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跟11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在你这个位置太官方 在你接下来你第一个位置发言 你说我归得满意我就出票 归得不满意我就不投票了 我觉得你不像是你小儿K发出来的言 你甚至都不知道三岸玩家 除非你说你三岸玩家一定是一个好人 我敢说三岸玩家你归票 但是你一定要归到我心目当中的狼人 我才跟你跟票 我觉得你对三没有定义 却要说你们归票 归得我满意我就投票 不满意我就不投票 我感觉你像个很不负责的人 很不负责任的人 但我觉得你四岸玩家不是那种人 从人性角度来说 你是一张就不想去招惹其他人 就最好能滑一滑就过了的人 所以我认为四像个狼 1011我还听了发言 因为锦上你们可能没东西聊 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不相信你们没东西聊 1012我不知道 好吗 因为他们都在锦下 我听不到发言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这个人没什么严杀的本事 但是我听发言 我会判断你的视角 我认可得了你的视角 我就认你是个好人 认可不了 你就是个狼 我也不知道三岸玩家 是一个狼人还是一个好人 因为他在锦上滑了一轮 确实滑了一轮 所以我只能说 我会投出我心目当中 大概率的那个狼人 我会听你们的发言 去评判每一个人 但我觉得前置的四号玩家 比较像一个狼人 也是因为我基于他去打二 没有打十一这个逻辑 所以我认为四视角很怪 而且他不像一个好人的视角 三号玩家是不是一个狼人 已经不是我关心的 哪怕他现在是个狼人 我也对他 拿他没有一丁点办法 但是我相信你 哪怕是三四两狼 你三都不敢 不可能在外注 我觉得四是一个狼 我底盘是一个好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锦上就直播 我还有一度怀疑 我跟一号玩家有一个对手 我一度怀疑 八号玩家可能是个狼人 因为一号玩家为什么精准地 叨到九号玩拳 虽然我们没有锦盔 但还是锦特领先 所以有身份跳身份 对吗 就这样吧 目前来说 我认为四不好 你们都有你们的发言权利 我发言过了 我觉得不好的牌 二十二 我觉得四号打的位置 有一点不好 你保了这张 我觉得心中的狼人牌 十二号 他是阴着脸在锦下的 再看一下狼队自爆的两个人 一个七号 一个五号 十二号是在锦下的 一定是不准备跳的 二号的前置位发言 也是不准备跳的 五号在发言 也是不准备跳的 只有这张七号牌 在后置位爆了 那你觉得夜间 狼队打了很久的格式 是什么呢 因为十一号发言提醒了我 我觉得 我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前置位 第一个发言 我没有讲的 就没有想的 没有盖的这个点吧 但他说了以后 我觉得挺对的 我觉得六号牌 唯一在我心里边 有那么一点点 好人面的就是 我觉得他如果拿张狼 就是他在比赛之前 我们所有人都说 他这张牌有牌坊 什么不汉跳什么的 我觉得他如果十二郎 他完全可以 就是这个机会来跳的 但是他没跳 我觉得 这是一点点好的地方吧 而且这张四号牌 保了这张十二 我不太认可 我觉得二和十二 是两张不好的牌 我不知道你在那个位置 领上发言很用力 我只能说很用力 就我不知道你 怎么能保下这张十二号的 我理解不了 所以说我觉得二十二四 那如果我还没有听到 后置卫的十二发过言 在井下的 那我觉得十二号是一张 就一连牌战术 它一定是一张 跳不起来的牌 那五号牌 一定是一张 跳不起来的牌 那二号牌 是因为我觉得 你的挂项很不好 你的发言的时候 首先很乱 虽然你保了我 但是你在发言的过程中 跟三号对视的时候 你是很慌张的 而且三号给你的回应之后 你又拿那个直线陀螺在那玩 而且我觉得你整个状态 是很慌张的 所以我觉得二不好 四号牌我觉得 比二号的状态要好一些吧 我觉得你只要他发言还可以 六号牌打了四 我觉得挺牵强的 再听一轮 我会投票的 一定不会压手的 三号牌我觉得相当好人牌 因为二号牌一定是比三号牌 三号牌身份低的 因为二号牌 在发言的过程中 说九神 你什么看我的眼神中 有什么暧昧还是什么那种 就是反正那句话 我记不太清了 就是什么词我记不住了 反正你知道 你知道那句词 然后三号牌 给他的回应是迷茫 就是二二三两的牌 我觉得一定是不认识的 我觉得二号牌不好 三号牌应该是个好人牌 所以说你要是 在后这个归票满意的话 我会跟你投 但是如果我觉得 你的发言不好 或者说我有别的看法的话 我会投我自己的一票的 过了 说说我的想法吧 你们前之位也不聊 这个死亡信息 你们稍微开开脑洞吧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 可能有一张是女巫的饮水牌 要不然为什么自爆呢 我觉得四号那个逻辑挺对的 管他是不是饮水 先跳呀对吧 锦下出三个狼 出两个狼 那就冲 对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我觉得四 你们打他真的不讲道理 他跟我的视角 其实蛮他说出来 我觉得有道理 而且四在听说 自己要第一个发言的时候 那个 眉 眉头一紧 发现形式并不简单的 那个样子 我觉得挺不像装出来的 我觉得球大刚刚逻辑有点混乱 因为他说二不好 他又没去打六 六是力保二的 但是在你的视野里没有这个六 你聊六的时候说了一句 六打了四挺牵强的 但是四也是你的一张 就是进狼坑的牌 你刚刚打了二四十二 但是你在对于六的评判上 你的逻辑全是反的 对于六打四 你认为很牵强 这恰恰应该是他的加分点 而六打了二 你根本提都没提 那么你认为六到底是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点 我在想狼队爆得那么快 我还想JY得是个狼 JY我就盘他吃刀了 那还有谁呢 十六十十二 我觉得就这三个人 没跑 要不然狼队敢爆吗 我 他们信任我吗 在场上 那不行 其他后面几位 都是不太愿意摸狼的 我觉得就这三张牌吧 六说有身份跳身份 那你的发言一定是 明吉米以下 对吗 我觉得你是个神就起跳了 而且你打了四 我觉得不对 连我眼中的这张十号牌 都认为你打四打得牵强 所以 如果我定死了这三张牌的话 那后置位一二三都是好人 对吗 你四也保了二 三的发言我其实定义不太了 哎呦 这局我也不知道狼队在干嘛 把预言家一爆 我们没信息打声推 我觉得我只能盘后置位那两张牌 有一张吃刀了 他们觉得跳不过 而且锦下可能多好人 所以这轮十二先放一放 我觉得四那个逻辑还可以吧 当然一种可能性 就是四和十二 还有一里面有一张是亲戚 对吧 也有这种可能性 我更倾向于我前面说的就是 六和十 我更倾向于这两张牌 因为球大这轮的逻辑 在于人物关系上 非常的混乱 我倾向于在这两张牌里面出吧 因为这局贼难打 因为守卫是不会跳出来的 如果有女巫和猎人 是一定会跳出来的 但是守卫是不会跳出来 我就怕出到守卫 当然你们老人也可以认为 我是个守卫 我在演 也有这种可能性对吧 我可能会在六和十里面投吧 过了 先出十 我是个守卫 第一天守了六 想把这个六奶穿 第二天守的八 因为八九里面出一个预言家 我觉得九不太像 我就守了八 第三天守的四 因为第三天 这个九已经倒了嘛 锦上只剩那个八了 我也守不了八 所以我守了我心中认为 第一天锦上发言最好的这个四 所以我认为两狼是六跟十 首先我认为四的发言的视角跟我比较像 我锦上觉得最差的是这个十 其次是这个二 那四在那个位置点了五七二十 所以我觉得四偏好 六在这个位置凌空打了我认为最好的一张牌四 我觉得你六不像一个好人 但是我也不能断定你的身份 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你最后是个狼的原因 是我觉得可能锦上两张好人牌就得在对打 二是一张可能发言有一些问题的好人牌 被四另一张好人牌打到了 所以你六想博得二的好感 从而去勾着打这个四 那球大发言 首先我的底牌是个首位 我在锦下 我什么样的表情不代表我什么样的身份 我是一个首位 我也可以装得很难够很严肃 你拿这个逻辑基点 作为我狼的逻辑基点 再盘其他所有人的身份 所以我认为你的逻辑是爆炸的 你点的狼是二四十二 那首先四在那位置保了我十二 打了这张二 你认为二四十二怎么构成三个人里面出两狼呢 你认为出两狼一定是四跟十二 因为四保了十二打了二 那你一定认为六是个好人 六在那位置打了四保了二 对吗 所以怎么构成二四十二三狼的逻辑呢 你认为我们当中出两狼就一定是四十二 跟这个二有什么关系 二是狼人想扛推的一张牌 所以我认为你十号这轮发言一定是张狼 且我从你六跟十的发言当中 我认为二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我对于你六 其实你的发言挺用力的 没什么大毛病 但是你现在对我的表情 我已经能认定你是一张狼 好吧 那就六十两狼 我认为后之位全是好人 先出十 你六明天跳身份 好吧 我今天晚上一定自首 你们后之位有女巫 想赌谁就赌谁 我是一张守卫 也没什么吧 你们如果后之位有狼人 我前之位打错了人 你们狼人想跟我对跳守卫 我也欢迎 好吧 过了 稍微理解你一点点 是我两轮没发言 就被这位打成狼了 虽然我确实是个狼 但你这一把感觉不太像是个狼 首先因为在我眼里 我觉得四也确实像是个好人 六打四的逻辑 我觉得不太符合 我认一个逻辑吧 我觉得如果锦夏因为就三个人 五一二 首先我是个好人 我认为七是可以焊跳的 不管怎么样 先抢个锦辉再说嘛 让他没焊跳 我认为锦夏可能是两个好人 就说他可能是个好人 然后在五号玩家自爆以后 我的目光就注意到了这个十二 我在想五号玩家为什么要自爆呢 很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锦夏就一郎 冲标冲不过 这个十二号的守卫我是认的 但你要打死六 能不能先别打死六 因为我觉得六有聊的也挺好的 在因为六是第二个发言 他盯着四一顿猛锤 球完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他发言还可以 我真觉得他发言还可以 球徒呢是在锦上第一个 就聊的不太好的 但是是你六去保球徒 我觉得你这点不该保 你保十号玩家的原因很简单 你说你说你锦上第一个 你在十号玩家那个位置 你也会像十号玩家一样 告聊什么什么的 所以你觉得十可能是个好人 我觉得这点是你保的不对的地方 我认为十一是个好人 我也是个好人 十二我认为是个首位 我觉得后置位有女巫可以跳 哪怕 哪怕饮水在八九号位 我觉得也可以跳 因为需要你的毒来排个坑 我是个好人 我觉得恋人也可以跳 因为首位已经出来了 现在应该是还有三成在场吧 如果这位不是那个女巫的话 那应该还有三成在场 首位女巫猎人都跳 我认为是可以打的 就从名里面扛推 我认为是可以 如果有人在 有人神跟神对跳 那也OK 或者说 后置位有人想跟十二号 跳个首位的 也可以跳下 其实九神你 你锦上蛮滑的 确实蛮滑的 我觉得不太像你平时的风格 请允许我三号玩家滑一下 滑一下 然后就滑过去了 这轮我想听听三号玩家的发言 我把我的看法都说出来了 我一说我是个好人 过了 一号牌 你的视野里面 你觉得十一号偏好 十二号是个首位 你怎么 你觉得六号还可以放一放 那这个十号牌呢 你能不忍心去打这个十号牌呢 你是不是要去猛打这个十号牌呢 就现在是走了两廊对吗 就 我想一下 你们想木木自爆 木木自爆 不管了 井下是谁 五 十二 一 我先把你放一放 三号牌我觉得偏好 我刚刚给他的一点压力 我感觉他那个反应 虽然滑了一点 但是还可以 然后我心里是个首位 十一号牌 也是好人 狼从哪儿出 反正十号牌 你是一张狼牌了 首先你打我 打我说 你开始是说 我表情比较好的 然后这一轮呢 想找扛特位 又说我不好了 说我不好了的话呢 你打二 二十二最不好 你都没有听过二十二的 接下来的发言 你就特别这个十二号牌几下 你就打他不好 然后六号牌是保我二号牌的 四号牌是保十二号牌的 你不觉得 四号和六号不好 觉得十和十二不好 就这个十号牌 我觉得是 逻辑最爆炸的一张牌 反正我跟首位出嘛 就是三号牌 我们出十吧 然后下一轮再听 一轮找一个狼就行了 我是一张好人牌 过了 三号牌发言 三号牌觉得 这轮出六比较好 然后最后一个 应该是一二里面 我觉得十二还可以 这是我的看法 我能认下你首位 首先这轮出人 一定不在十一 十二 三四里面出 因为这四张 我觉得是大家都能认 好人面比较大的四张牌 二号牌 这轮 我觉得有点不太像 他好人时候的发言 而且 想出十的人 感觉有点多 这个六 出六的人 反而有点少 其实六 在他那个位置的发言 他打了四 保了二 包括他井上发言 也是说二的发言比较好 我是觉得六比十 更 狼面更大一点 而且你 我相信你十二号牌的判断 你十二号牌 不是看了一下六的反应吗 你觉得那个六有那个反应 你更觉得他像张狼牌了吗 这轮我的票 应该会挂 六号牌头上 好不好 老鼠 在井下 然后发言的话 也是慢条死里的 感觉不太像 我认不下来你 其实你们这样 让牌我都没认下来 反而囚徒 发言感觉还行 但是我也不确定 我也不确定 反正这轮我先走一票六 看情况 过了 发言完毕 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 二 一 一号投给三号 六号投给四号 十号投给二号 三号 四号投给六号 其余玩家投给十号 十号玩家出局 请留遗言 我觉得二号应该是个狼 六号也应该是个狼 最后两个狼应该是二六 井上第一轮发言呢 六号就保了这张二 然后呢 因为七号自爆了 他井下呢 就改了改 然后呢 这一轮里面 其实票型比较直白嘛 三是归了六的 六都出不去 那我还能出局 我一开始呢 觉得在井上 我是前之位第一张牌发言 我觉得 看了下还行 但是二号牌 发完言以后 我觉得不好 你们觉得二号牌 发言好吗 在井上的时候 那包括这一轮的时候 那这一轮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冲六冲不出去 然后我刷二是狼 会有人来打我 那你觉得我是一张 有团队的牌吗 没有任何一张牌 来保我的 十二号是真的守卫的话 这个很可能是个 我希望它是个 没法希望 走两个 就只能是两神 或者两名嘛 我是个名 那这个大概率是个名的话 我觉得你十二号 如果是守卫的话 考虑守一下名 我不知道你的轮次 我也没记 你找一个 你觉得的好人的 名牌去守一下 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这几个好人呢 虽然退缩我了 但是我觉得 轮次应该还够 好像还是可以赢 信息只能给到你们这里了 然后我觉得三号 是个好人牌 他最后聊的还是挺好的 而且归六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六保了我这张十 而且六也保了二 我觉得 无论怎么输的话 除了又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 二号牌 更像一张狼人牌 二六一两人牌 我觉得是两张狼人牌 就 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可能也是我自己投了二 因为我觉得 我大概率会出局 过了 一言结束 十号玩家 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很多人牌 都不认为 天亮了 本局游戏没有警长 随机发言 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一号玩家是个好人 由于上一轮 上一轮因为三号玩家说要去初六 我觉得不合适 所以我挂了他一票 然后我也没身份 你不用质疑我挂你 或者说我有身份什么的 我认为上一轮怎么都应该是先初十吧 虽然在我的发言当中我没打十 但是我认同了十二号 就代表着我要跟十二号一局初十 挂三的原因经历而已 这轮我觉得应该是六的轮次了 有一种很可怕的信息 就是这二如果是个女巫 因为我听二的说话方式 我觉得不太像是他平常拿狼的方式 他有点像带有身份的那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开读读了谁 然后自己死了 老人砍十二平安夜 女巫读一个把自己弹死了 也有这种可能我不知道 听听十二号发言吧 十二号如果上轮真的守了自己 那你这轮就是你的遗言了 因为我认你我认你守卫 我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狼 因为在十号玩家离场以后 他说他认十号这个 他认十二号这个守卫 认三号是个真 那个是个好人 那十号也出了他 那个十一号也把十投了 十一 十二 二是三个人投的十的 他没打十一 认了十二 也没打二 临走之前都没有打二 他还说三是个好人 那狼去哪了 他也没打我 六也没打 四也没打 我感觉他走的时候只能是个狼 过了 出我对吧 我猎人 一六最后两狼 够清楚了吗 我是个猎人 你还投我 看不清楚我身份是吧 就你这知识无恙子 肯定是个狼 一六最后两狼 这个守卫我认了 好吗 我认现在两神两名 那我跳出来身份打 就是我觉得 我就是这样打了 输了我认了 十一号发言 景尚在那说 这个晚上这么长 不是你还在那盘一个狼 我认不下来 我认为现在肯定是两狼 我认为十是好人走的 因为刚才狼人刀人 刀了非常久 两个自爆的 还能刀这么久 一定是有讨论 十一我认下来了 四号我认下来了 守卫我认下来了 就剩你们两狼了 我是个猎人 好吗 有本事六号你玩家 拍个猎人 出我 没关系 你能够感染到后面 十二号守卫 你让我出局 我开枪 只能带一个 对吧 你们晚上把守卫一刀 他也没法自首 那你们赢了 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为什么我把 十一跟四保下来了 因为十一他的发言 其实有几个地方 我认为他玩狼 都不会点出来的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聊到那几个点 都还是聊到我心里了 但是一号的 纯尬聊 就你投我一票 我是猎人 怎么办 你配合出局 谢谢 这轮我跳个猎人带队 够不够 你守卫带了个队 你看给你投票的 一个十一号 还有一个二号 二号出局了 那一定是个好人走的 对不对 你把好人票都带了 出了一个十号 我不认为十号是狼 我认为一号是铁狼 一六的顺序的话 你十二号可以帮我定一下 给你唯一这样一个豁口 好吧 三号发言过了 如果那是个假守卫 怎么办 如果女巫已经 比如说这个二 被弹死了 怎么办 没有这种可能性吗 这十二发言 我是持待定态度的 你在你那个位置 你不了解这个人吗 你自己跳个身份 是谁先说跳身份的 六号玩家呀 六号玩家说 大家有身份跳身份嘛 那就像十一号玩家说的一样 那你总归没身份了 那你是不是出这个人 会更稳一点 在你当时视角里面 你是不是会出六更稳一点 实际至少也没跳身份 也没说什么东西 但是六的言下之意 总归是个平民了 所以我当时 我是想了想投这个六号牌的 因为六对着我一阵 穷追猛打 反正我先出六 好吧 我不知道是剩两张狼牌 还是只剩一张狼牌 还是个十二 是不是八九里面 是一个预言加下一个守卫 我搞不清楚 好吧 我只是觉得十二在那位置 因为我是他的话 我觉得六十发言 都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会先归六 我是先归六的 好吧 这张过了 我在梦里呢 四号玩家 你怂你妈呀怂 拍呀 我都跟你说三十个猎人 只有这个人 三号玩家感谢你 让我在三十里面 找到最后那张猎人牌 好吗 就如上一期一样 吃着火锅唱着歌 莫名其妙就被我拍到了 拍了 八走的是个平民 二走的是个平民 十走的是个平民 只剩你一个平民 老老什么了 就对着你砍 砍不死你 诶 所谓是吗 诶 没了 三号玩家 没了 拍了呀 疯什么了 好吗 相信我没错的 这个人是个女巫 装什么了 毒药都开不出来 谁 这个人女巫早就开毒了 这个女巫早就开毒了 这个女巫被扛出来 还是任个平民 慌什么 三一是个猎人 四是个平民 最后个平民 拍刀 好吧 拍了拍了 上帝 六号玩家 六号玩家选择拍刀 六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他不是个平民 本局游戏中 五号小楼 七号木木 和十号囚徒 是三张狼人牌 六号李警 是恶灵骑士 九号李铁弹 是青狼预言家 八号借歪 是女巫 三号2009 是猎人 十二号李斯市 携城旅行首位 其余四名玩家 则是村民牌 携城旅行 带您走进 精彩复盘时刻 第一晚 狼人首到村民KS 女巫JY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景上竞选环节 当前志伟 没有人起跳 预言家的情况下 狼人木木 在命出 莫志伟李铁弹 是预言家 选择在狼队友 李警发言时自爆 做狼队友 李警身份的同时 闷掉莫志伟 青狼预言家 李铁弹的发言 第二天晚上 由于井上狼人木木的 后志伟只有JY 和李铁弹未发言 首位李斯 在认为JY 可能是预言家的情况下 守护了女巫JY 狼人成功刀死 预言家李铁弹 第二天白天 狼人小楼 选择自爆吞警徽 不让原家李铁弹 爆出两轮验人信息 第三晚 首位李斯 选择守护村民KS 狼人落到女巫JY 而女巫JY 在狼人两连报 没有获取任何信息的情形下 并未选择洒毒 第三天白天 在升推局的情况下 狼人囚徒前志伟发言 由于没有听到过多好人发言 没能找到合适的扛推位 狼人囚徒 以一票之差 被票出局 第四天晚上 在首位李斯自首的情况下 狼人选择落到村民小仓 第四天白天 在场上好人大优的局势下 最后一狼离井 选择单狼拍刀 好人阵营获胜 不是匹匹吗 是不是最后一狼了 装 你臭孩子 你再找个 再找一个 再找个狼出来 装什么 你再找个狼 我觉得就是猪死 一定是个狼 圈都被老子吓到了 你是最后一狼吧 老子打不了了 这个保了 这个保了 全保了 我吵 打 本局游戏中 获得荣誉勋章的玩家有 属大王 小仓 2009 KS JY 李铁弹 老党 李斯 本节目由 天黑请闭眼 天亮就旅行的 邪乘旅行 独家冠名播出 又是旅行家 天黑请闭眼 这是哪啊 天亮就旅行 加载邪乘旅行APP 邪乘在上 说走就走 第三局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抽取自己的卡牌 有本事再给我来张狼牌 有本事再给我来张狼牌 木木好可怕 张心 神刺刀子 杀气 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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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好玩家色索发抖 旁边有杀气 旁边有杀气 把好玩家这一局肯定游戏挺好 还要穿绿衣服 还要穿绿衣服 又死了 三年了 王好玩家这一盘 哎 哎这次不笑不难受了 感觉是拿到狼了 这个八号玩家 不要再拿捕村了 怎么笑的这么厉害 哈哈哈哈 六号玩家 你怎么笑的这么厉害 我等了就这张吧 感谢学程旅行送我的一张 普通成名牌 哈哈哈哈 那么严 那么严峻呢 游戏开始 天黑 请闭眼 推 books 看 鱁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10号 11号 供10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1号开始发言 没错 我就是清朗的 预言家 不好意思 这广告没打好 没关系 预言家是真的 广告虽然没打好 但预言家真的 昨天晚上验的 那个3号玩家 3号玩家是一个茶沙 景辉流就12跟9顺验 因为就这两张牌是景下的 所以我的景辉流 直接景下两张顺流 我是个预言家 3茶沙 过 清朗预言家 看清真相 你要给我汗跳啊 不是吧 我是预言家 3号是我的精水啊 你发酸茶沙 你搞什么呀 你退不退水啊 你听3号发言 再退水没关系 我觉得你发言 做不成一张预言家牌 真的 验谁呢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然后景辉流的话 我看一下只有两张没有上景的对吧 12号啊 其实我不想验景下的 景下没什么好验的 看你们投票就行了 看投票看站编 自然就出来了 你是老爷 大概率不会投给我 对吗 倒钩也会被我抓出来 所以不验了 验4吧 就是 你拿牌的表情 从头到尾都是那种 就有点赤屎一样 把四验了 把四验了 然后 就验你6了 验4验6好吧 验4验6 3号是我的精水 好吧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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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玩家 这里有一句话 要对1号玩家说 来不及了 好不好 屁股已经来不及擦了 当你那个什么清朗预言家 后面都清朗 都扑出来了 你还预言家 我觉得 8号查杀 好吗 先 仅下一张12验掉 这张牌 我给你一轮表水机会 好吧 我觉得这张牌 应该是给1号擦屁股一张牌 然后还有一个位置 我验10吧 其实10的位置 我经常定义错 好吧 我是预言家 求景辉 前面这两个 我分析下 我觉得 2号这里 他确实也看出来 这1号不像 但是我觉得 他更像是一张狼牌 我觉得他像是1号狼队友 我觉得1号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退水 你在我这里 已经洗不清了 好不好 洗不清了 8号是我的查杀 先 先12后10 过了 不是九神 你怎么能在这个位置 说出 1来不及了 1来不及我能理解 不是2怎么就擦1的屁股去了 不是1 2两狼 1给你丢个查杀 2给你丢个精水 我觉得这两狼也太变态了 这个我认为有可能是个汗跳 我觉得你1 2可能是好人 顶多就出 要出狼的话顶多出一张 我前这位也发不了太多的言 听听后这位这张 这个8不是被3查杀了吗 我听听8的发言好吗 再听听 因为我觉得1 2我认为大概的1 2是要放手的 所以说后这位应该还要出一张跟这个3对跳的牌 所以我听听发言好在选择站边 我是一张好人牌过了 5号是一张清朗眼光看清真相的普通村民牌 然后3号是我的精水 先保一下这个3号牌 我觉得它应该是张好人牌吧 然后1号这张牌 我觉得它那个扑可能是想说 它是张普通村民 结果扑到一半 然后就预言家了 因为今天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盘 我觉得大家都有点放飞自我 具体听听8号的发言 总归如果3号是一张汉条 那么后面肯定有预言家 如果1号是一张汉条 那3号就是预言家对吧 听听后面吧 过 听说预言家综合症是吗 都是预言家是吗 要不 不是 别闹啊 我这 拍 拍 怎么拍啊 四根预言家怎么拍啊 拍也排不了 不你们别闹别闹 你们就不能给狼队点空间 这排预言家都排不到 别说拍女巫猎人什么 所谓了 不是 讲到了 1你们说像个冤家啊 我觉得不像 2我觉得也不像 3也不像 4又不是 5也不是 我 强绳防队跳 想到了 强绳防队跳 这么多队跳的 你们一个都不要跑好吗 一个都不要退随 但是我要警徽 我是第一个出来防队跳的人 好吗 我希望可以拿到这个警徽 这个世界已经混浊不堪了 需要我这样的清流 好吗 我希望那个 12号玩家和9号玩家 能够给我上一票 我是张正义的强绳牌 前只卫的四张冤家 你们也分辨不了 因为我也分辨不了 好吗 你们想拍到的狼人 千万不要拍 等他们退随几张 现在你们拍不到的 好吗 冤家你们都拍不到 强绳防队跳 永远不退随 这把真的不退随 真的不退随 你们都有 那种埋怨的眼神干什么 还不是你们绞的死 现在我都不知道了 好吗 不退随 过了 先出二 好吗 首先 我觉得二三四呀 都不太好 我觉得一反而偏好 前只卫一给三张茶沙 那个二给你发精水 你如果底牌三 你底牌是个预言家 对吧 咱们就当你是个预言家 打先 这个二是出来干嘛的呢 我认为 他认为前只卫一号牌 给后只卫三号一张好人牌 发到了一张茶沙牌 而且他知道 这个一的发言 肯定拿不起张预言家 像个诈身份的 在这个位置起跳 给三张精水 拉高三对你的好感度 这个四 起来跟我说 你觉得三不像 因为三盘了一二双狼 我觉得九神 在性格上 他是愿意去 你来发我茶茶 我就打你是个狼 挺像九神作风的 我觉得你四也不好 那你觉得三不是 你还有听八发言 那你再找找后 这位预言家呀 是八元地起跳 还是什么 怎么你也不盘 我觉得二三四都不好 反正觉得前只卫一好 我觉得小楼是让好人牌 这理解也挺好的 嗯 我也是让好人牌 好吗 再往后听听看吧 但我还跳我就信 你不跳吗 我听听JY法院 JY要是跳得比他们都好 我也信 说了这盘信一信 好吗 给点游戏体验 就信一信 过了 三金水 箴辉流 先 我觉得二四不好 我觉得七应该是张好人牌 六跳了个强神 防队跳 你就 是什么时候你跳出来啊 四这个位置 他盘 他说一二里边 呃 不是两狼 有可能开狼 然后又说了一句 这个一二是什么 诈身份的 呃 只有一张七号牌告诉我 说 二 二给三发了金水 三号跳预言家 那二得出局 所以我觉得七号 是我觉得发音最满意的 他打到二四也觉得 我也觉得是两张老人牌 呃 一要退水 进我第一张井灰流 先验一 呃 第二张井灰流 后面还有 九在井下 十和十一 是在井上的 我 我应该像好人 感觉状态像好人 然后 再验这张四 三号是我的金水 呃 就说这么多吧 预言家 过了 呃 评价一下前志位吧 我觉得 三一定不是预言家 因为 二给你发金水 你起来反水立井 照理来说 你打二的力度一定比一大 但是你没打 呃 一就不用说了 你起来什么我是青狼 谱预言家 我也没听懂 呃 二号那个发言 发三个金水 然后聊得非常差 呃 也不是一个 呃 其实最关键的呢 是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呃 我验了六号 是我的金水 呃 你们要是看不清呢 警会给六 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就提供个验人功能 带队六号带队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是我验的好人牌 三呢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然后我觉得你发言也不错 不需要我验来证明 然后我就想验这张锦下的 对谁 他说锦就李斯说他不上锦一张牌 我觉得验他 也有可能被弹死 我想来想去 凭着胆子验了一下六号 是个好人 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前志卫JY起跳了 JY不像是个扎身份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和我起跳的狼人牌 所以说前志卫的一二三呢 呃 三号退了 二号你还有什么理由在锦上呢 一号牌就别在锦上了 我觉得你们都挺好的 都像一些好人 都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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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票 拿锦会再说 锦会留 锦会留留一下吧 嗯 锦下的牌不敢激怒 不敢激怒 因为一旦有盗勾狼 我验一下不投给我了 我先验一个七 给狼人空间 我就留一个锦会留 嗯 因为我觉得七号的前志卫 点评了前志卫的几张牌的身份 呃 而且这张汉跳狼说你身份偏好 我不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的身份 有一定的信息量 我想验一下 我先验一张七 回头锦下再说 我是一张预言家 嗯 我觉得应该是八号和我对跳了 一号你还在锦上是吧 啊 那就你们两个和我刚着呗 好了 我是个预言家 六手金水 锦会留一留一下 留这张七号 单独一个锦会留 是锦上的 锦下的人呢 凭感觉投票 我觉得好人不是我一个 大家都抓狼 无所谓了 过了 我说实话在这个位置 不太能分辨 因为 先说八号吧 八号他发言 我听起来比较简短 呃 他给三发了个金水 三发了八一个茶沙 就是说理论上 有低概率事件 三八做成双狼 互作身份 那这个二是干嘛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就起来就做自己三张焦点牌 很怪 我不知道你们的行为 就二号的行为很怪 我希望你一会儿能跳身份 就是在明天吧 应该是在明天 今天应该不是你的轮次 因为两张预言家 都发的是金水 所以今天一定是八和十的轮次 十号一起来聊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呃 可能是我对预言家要求比较高吧 他上来 因为我觉得预言家 他就 抱自己的信息 验了谁 然后景辉流打谁 就行了 起来聊了一堆没有 所以我觉得两个预言家 其实都有我不满意的地方 呃 我 选择不站边 我是个好人 对于景辉流来说 八流的是一四 然后这个十流的是七 我觉得景辉流上八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七聊得像个好人 他在井上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他是个狼 没有理由去给我穿个冤家衣服 所以 我觉得他像好人 那你实验我一张 呃 心目当中的好人牌 我觉得 不是很好 我觉得八燕一四 还行 但是八的发言过于简短 我不知道 我要听你们景下的发言 再去站边 景上其实我都不满意 好吗 我不站边 你们狼队自己冲去吧 过了 发言完毕 投给八号 十二号投给十号 八号十号评票 进入PK环节 从八号玩家开始发言 那十二应该就是张老人牌了 那九是张老人牌 一不退水 一号一定是张身份牌了 那你不退水干嘛呢 那如果一号是张身份牌 你就跳 跳完之后呢 我觉得如果一号是张身份牌 那就是二四 以及十和十二 因为首先一和二需要跟我解释 一为什么发了张我的金水 茶茶不退水 以及这张二 二发了张三号一张金水 你这位置为什么要发三金水呢 我觉得一二的行为都不好 我景上没有想过多的去聊 为什么验三 我觉得有时候聊太多信用历程 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进入PK了 为什么验三 三摸牌的时候 我就说三我能保了 我是张原家 我怕死 我就要验好人 验了三是张金水 别人我怕不敢验 不知道 警惠流改一改吧 就按照我说的 二四我就出狼 先验个四 然后 四二 顺验 好吗 基本上狼空 基本上都裸出来了 我是张原家 三手的金水 过了 这个九号 是个零骑是吧 就投票挺勇敢的 七号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张十一号 说你是好人 所以说暂时呢 他的身份比你低 那我警惠流 留这张十一号 十一号 其实聊挺奇怪的 他对我采用了一个寓意先扬 隐隐的是我不好的地方 说一个真原家 就讲个警惠流 讲个艳人 聊个警惠流 就完了啊 那你不就是说八号好吗 八号就是这么讲的吗 对吗 我也抱了艳人和警惠流啊 就是你对我是有一些 浮夸的表扬 以及一些内心深处的这种 不站队 我验一下你 一号牌 我觉得你一定有话要说 就等你慢慢说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 其实有一度我想退水了 退水了 总归两个冤家队跳 你们两个死后我没关系 我是个真原家 我底下慢慢验人 你怎么能推我吧 后来一想 一号肯定是有想法的人 万一再整点什么套路出来 我觉得还是要对好人负责的 我真的是为好人负责 因为我自己负责 我退水验人了 我很爽 我验个好人 我就挺胃的 验一下这个牌 十一号 第二张警惠流谁呢 我不敢留这个九号 因为我觉得这个九号 有点像恶灵骑士 你们留一张吧 我留下二吧 留下二 因为你发给三一张金水 然后三反了你的水 你在井下 其实我看这轮票 我可能也会改 因为这轮好人都能投票 我觉得十二像好人 毕竟投给我票了 我觉得李四的配置 应该不会这轮打道沟吧 暂时先不盘 我觉得像个好人 十一二警惠流 六是我的金水 然后我和一个汉跳狼 两个人PK 我一定要警惠 因为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我要对得起我的牌 好了吗 过了 发言完毕 除八号十号以外的玩家 请投票 三 二 一 七号 九号 十一号 投给八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十号 十号玩家当选警长 拥有1.5票归票权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警长请选择从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 警右 从九号玩家开始发言 还有平民 我拍不出来身份 那我觉得八是个冤家 讲逻辑 好吗 我觉得三警长发言 听起来像个好人 但是在这个十的视角里面 这个三一定不能是个好人 对吗 因为十对三的定义是白天的定义 他说三像个好人 是白天听完三的发言之后的 这个十最后他说 觉得三像个好人没有验三的 逻辑是他说入夜前的 所以他的话有矛盾 三给八丢了茶沙 你三是个好人啊 前之位反了一张二号牌的水 给这个八丢了个茶沙 这个八赶给你三丢精水的 那不是正常的视野都是三八两狼吗 怎么可能说三是一个好人牌呢 这个二又是什么呢 二我觉得一定是个狼 因为讲逻辑的话 一有可能是做成一张真原家的牌 对吗 所以一给三丢了个茶沙 那这个二在不知道三是什么身份的情况下 敢给三丢一个精水吗 他不敢 因为这个时候外之位如果有狼自爆 把你二落了 那三跟一都在出局 你二是个好人 如果一是个预言家 你二是个好人 那三就被你二给保下来了 你二死了 三就变成金刚狼了 一就在吃扛推 所以说在一的视角里面 二也应该是个狼人牌 我不知道你一是个什么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操作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六在井上跳了个强绳 使给他发了个精水 你能把票局给识到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不听发言的玩家 我觉得你一定听了逻辑 所以井上逻辑盘下来 这个四去打三的点就很奇怪 你就没有考虑过七的逻辑吗 七的视角才是一个正常闭眼的视角 那只能说去盘二三八三张狼人牌 对吗 我觉得八的发言 从逻辑上来说没有任何爆点 且我觉得他这个力度很大 你三是个狼 八就得是个狼 你三是个好人 我觉得八就得是个原家 我井上听下来三像个好人 且这个实验这三是个好人 所以我觉得八像个冤家 我就把票投给了八 这个十二啊 量了吧 好吗 我会站边这个八去出这个十 逻辑也讲完了 好吗过了 嗯 我觉得二 四 然后十十二 应该没变 就四张狼我觉得一张都跑不了 呃 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十一把票上给我 说明十一是让好人 七是我井上去认下来的好人 因为你们这么盘 一二里边 你们听十聊过一张二吗 那二在做什么呢 二起身给三发一张金水 一给三发茶沙 二给三发金水 那我请问你们一二里边 是不是一定有狼人 那一定是有狼人的 那现在一是狼人还是二是狼人 我觉得一有可能是张枪牌 那所以一二里边有狼人 他们票全举的十 那谁是真原家呢 呃 这张四怎么说的 四提身告诉我 一二有可能是炸身份的 这你怎么发出这个言呢 那三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牌呢 那你觉得一二 两个人都不想喊跳的 你 你前半段聊了一二有可能一张狼 后来又补了一二里边 那有可能是炸身份的 那四你跑不了 四一张狼人牌 二一张狼人牌 十二是你两轮上票 你两轮上票上给这个十的 所以你也跑不了 其实很容易认下我的一点 就是十对于这张三的定义 十要么去打二 要么就去打三 十的发言说 这个三我井上觉得还不错 那三是我的精髓 你觉得三还不错 那一张二 给三发了一张精髓 你不聊了这张二吗 二有没有可能是我的同伴 前之位跳的不太好 我爸起身帮二再跳一跳呢 都没聊过 我觉得你们应该很轻松的 就找到我实际上真远家了 所以二四 十十二 六号玩家 强神防对跳 跟谁学的呀 现在什么时代了 还防对跳 六号都认强神了 强神带队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位置高智卫发言 我确定三号吧 三号你是我的精髓 呃 我再最后说一遍 我为什么验三的心路历程 井上三拿完牌 我这个位置我就说三我饱了 我为什么要验三 我怕死 我不会说什么怕什么 呃 什么验一个未知偏好人 我不会 我就验三 因为我知道你大概率是个好人 我把你验了 反正我死不了 我不会提前出局 我就心满意足 呃 四个位置吧 好吗 票仙也拉出来了 呃 不用再再盘一遍了 呃 今天归这张十 好吗 我高这位发言就到这了 过了 咱们一个个说 咱们先说这个二 他一定拿不起一张好人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听完一的发言 对着一这样说 我认为你依依你跟我汉跳呀 你给我金水发了张茶沙 你一定不是那张预言家 哎 这是他对依依的对话 对吗 我觉得他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因为依依发到了一张好人牌茶沙 所以他心里 一定不是那张预言家牌 说你出来干嘛 这是二景上的发言 大家都听到了 二发言很不好 所以这张三号牌 他给你发了张金水牌 博你的好感 因为前主位依依炸你的身份 且炸错了 那我们看一看四的视角 对不对 因为你起来给八发了一个茶沙 对吗 我说了 因为我对你的了解来说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饱满 但你的发言不像一招 就是你有可能 这张真的远家牌收敛了自己 有可能 对吗 在四的视角里 四说一二出一个 觉得你三也不像 那一二三在干嘛呢 你认为三也不像 那三不像 在这个位置发茶沙 你认为三是个炸身份的 那八你认为侍侬吗 你要听听八的发言 你认为后置位的远家又在哪呢 四是不是一定开眼呢 好吗 我是让女巫牌 九是我的饮水 我最后跳 是因为我先把逻辑盘干净 嗯 我这边八 我就起跳了 无所谓的 我这轮会出张十号牌 我不管你们什么打 什么这个正逻辑反逻辑 什么恶灵骑士出来喊跳 或者说恶灵骑士在哪 我大概率二四里面选读 二四十二 因为十二窝在井下去冲票 也有可能做成那张恶灵骑士牌 他是蛮勇敢的去给自己狼队友冲票的 无所谓 我就二四十二选读 看我读不读中摇奖对吗 过 这个八你老了什么了 就投你怎么样 反正错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就投你 好不好 不是你好歹人家起码说三是一个 好人 我不厌他了 你好歹聊溜嘛 你看什么呢 你求我你哄我呀 你不哄我就投你 我就当假装 你哄我呀 我不知道 是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说实话 这个井辉我是特别想要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愿家手拿不到井辉 我是个精髓手 我可能我想想方设法把这个井辉拿到手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七跳个牛 这轮蛮像个牛的 十二皇家对七这个牛 他 切 切什么呢 人家跳个牛啊 人你要是个牛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切 如果你不是个牛 他是个牛 你 我觉得你应该反省一下 可能是你是站错边的那个人 呃 我得好好的听听其他人的发言 如果我认为 七的牛可靠性比较高 呃 八 发言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可 因为我对苍姐身份本来井上就觉得他不好 因为我这不知道他在跳什么 好吗 呃 六号玩家很想要井辉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但是我不会反食的水 真的我反不了啊 你给我个精髓我怎么能反水呢 我是个好人 强神不能拿井辉啊 八玩家 这个犹豫 现在是十也不敢站 八也不敢站 这样吧 听听对跳女巫说话吧 你们总够跟他对跳呦 我现在我就跟这个九队跳平民 好吗 你们谁跟这个七对跳女巫 一号玩家你干嘛呢 我现在是十也不敢 我还有一点 我认为八是个狼 没有投给八是因为八说一是个狼 我觉得一 狭搞 我发言过了 我认真听发言到最后一定 要么投八要么投十 好吧 听听对跳女巫的发言吧 总一定要跟他对跳呦 过了 五号玩家发言 五号玩家和这个六号 牛牛捏捏的小姑娘玩家 不太一样啊 我很干脆的 我觉得我站错了 我现在想站八号的 不知道八号愿不愿意 就放弃这个小姑娘把井辉给我 对吧 我觉得你这个李井就真的是很做做的 他又想接十号这个精髓 又想拿八号的井辉 哪有这么好的事 交财两只船啊 渣男 我呢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木木这个位置跳女巫可信度就很高 因为她前周围发言是九号和八号 如果说八号是汉跳狼的话 那 木木肯定是她狼同伴嘛 还是挺冒险的 如果她是狼人的话 基本上百分之百后面就 就会被拍死 我觉得木木这个女巫可信度还挺大 而且 而且第一轮发言 我认井上的发言 我觉得八号玩家发言其实不是太好 因为 确实跟十一号说的一样太简短了 但是 十号的发言就 跟你聊人生聊理想 就 我觉得 预言加码 聊人生聊理想 是很容易感染别人的 但是 仔细静下来想想 觉得这个八号第二轮发言其实还不错 就 这两个老流氓 如果我站错了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现在想站一下八号的边 对不对 毕竟我们比较单纯 他们两个本来形象也就 不是特别好 这次 我觉得 也是可以原谅的 这轮我站八号吧 软站一下 但是如果后面 有人跳女巫 我愿意好好听一听 然后分辨一下谁是真的女巫 然后再想想怎么站边 那样的话 十一号陈迪威发言 我觉得也可以好好总结一下 如果十一号发言不好 我就直接当狼打了 过 四号玩家发言 就其实这一季 过来录这么久 拿好人牌压力非常大 就为什么我一上来就想说这句话呢 因为我把这个七 就让女巫给扔下来了 但是我不太能接受 和不太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掰我的发言 紧上 打这个三厌不到八 是五号牌说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 然后 我说三在那个位置 凌空打一二两张狼牌 我说三这个心态这个打法 我认为做不起一张冤家牌 我认为一二 就算要出狼 顶多出一张 这是我紧上的发言 说说我的投票吧 为什么投给这个十号玩家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我跟这个八号玩家 玩的非常非常的多 他定错我的身份 打我可能是一张狼牌 还要执意的留我这景会留 我觉得觉得 就如果你真觉得 他真的觉得我是一张狼 我觉得 我不太能近他的景会留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 而且十 我觉得整体发言都比八要饱满一些 我就给这个十投票了 虽然我认下你七 但是我还是 我想 还想听发言 因为我觉得 就像这个六号牌说的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是个真女巫狼队 总归要派一张狼牌出来跟你对跳的 总归要派一张跟你对跳的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其次的话 我还想听这个十二的发言 我注意到十二 是一张两轮上票给十的 但是你一直表情都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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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僵 就像二号玩家 在井上描述我四号玩家一样 像吃了爸爸一样 真的 我觉得 从某种程度上 听你十二号的发言 也能帮助我更加去看清十的身份 究竟是一张预言家 还是一张汉跳 因为你是两轮上票给十的 我不相信这个局 井下就两张牌 狼会出现倒勾的 我不信 好吗 我不信 其他的话 二啊 别人都打我们两十两狼 但是我不知道二 我现在 不太想去找外置位的狼 我觉得我先把预言家找清楚 我先把预言家找清楚 好吧 我一张张找吧 一张张找吧 好吧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最后一定会投票的 因为其实帮助我很多判断的东西 都在后置位 前置位只能帮助一些 动摇我投票的动机 妈过了 哎 这个三号牌发言 三号牌先想跟你一号玩家对话一下 你是何得何能 就是不退水 查杀我 就哪怕后面这么多人劝 一直要刚着 一定要干我 是不是因为上一局游戏 我就说了一张 我底牌是个猎人牌 所以你这个一号玩家 就有点丧心病狂了 好不好 一号玩家有点丧心病狂了 从你那个跳什么青狼谱 我就开始 对对对 你还推狼谱对不对 我这个对这个一号玩家 就一直这个比较没有好感 然后当时呢 在我的眼里呢 是一二两张牌 都是坏人牌 呃 因为我觉得一号是一张跳冤家跳刺了的牌 然后二号这里呢 就是想 就是去帮一号牌去 说话的一张牌 一二一开始我认为是有可能是去做成八号的这个团队的 但是我现在听起来 八号盘的狼坑是二四十二十 对吧 呃 我个人觉得 一二这两张牌 没有道理去做成八号的狼狼同伴 所以我在这一轮 目前战边八号 呃 有可能 就我不知道一号是个什么身份 虽然八号说一号是个猎人 但是我认不下一号牌的好身份 我认为他如果炸我身份的话他应该早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个好人牌 所以我觉得八号牌的定的位置不一定准 很有可能我这个好人之后后面就是连狼发言啊 就一二十二十 我认为身份都不太好定 呃 四号牌这里 呃 其实也是一个没有明显站边 这个四号牌我觉得有可能是要看后面狼队动作 嗯 目前来讲 这个水不返了 站边八号 这轮出十号 我这里呢是一张好人牌 首先我要跟你们讲我的心路历程 让你们认识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接下来说的盘的狼坑 你们才能听得进去 首先是这样的 在拿牌的时候呢 我觉得三号牌是一张带身份的牌 但是我没有办法定义它是一张狼牌 或者是一张神牌 他拿牌的表情呢是相当的严肃 不大概率是一张枪神牌 然后他这种严肃的态度都让我觉得 他有可能是一张预言家牌 我紧上做这个行为的意义呢是 首先我觉得一号它起跳 它不像一张预言家牌的 因为大家知道老鼠是预言家牌 是什么样的状态 它像是一张炸身份的牌 然后在我这个位置 如果三号真的是一张预言家牌的话呢 其实它的发言应该会去打我 就是我炸它的身份 我是发三号一个精神 它在我心中有两种可能性 一张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第二种好人牌的话呢 那我就取代了它炸身份的作用 让狼人有可能认为我是一张真预言家牌 第二种顺份呢 就是它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这个时候它起跳一张预言家牌 其实它的发言格是有点变形的 因为在它的视角里面 它会觉得一二都不好 那哪个更不好呢 一二有没有可能做成认识的呢 其实一二我们两个的发言和对话 是大概屡属不认识的两张牌 所以在你的视角里 你打一二可能是两张不好的牌 其实是视角发生了偏差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认不下三号 然后到了四号这个位置 其实它好人牌的逻辑基点是能盘出来的 在前面的这种行为当中我二号的牌 就是我二号这样是一张给扣之为发精水的牌 是一张就是大概率很难退下水的一张牌 虽然我发言不那么好 但是你在那个位置 其实你觉得一号也做不成预言家 二号也做不成预言家 三号也做不成预言家 其实在一个正常的没有吃信息的视角里面 三号是最有可能做成的一张预言家的牌 五二号是一张崩掉的牌 而一号是一张可能诈身份的牌 一个正常不吃信息的人 他是不会盘出这样的逻辑的 所以四号应该是一张老人牌 然后五号我认为是一张好人牌 六号其实我觉得你是一张好人牌 七号应该是一张真女巫牌 然后八号牌发言 其实到了三号和八号这个地方 因为三号牌是查杀他的一张牌 但是他那个时候 他没有对三号有太多的定义和对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起身要验的牌是先验一后验四 他是一个预言家吗 在我门型上的行为来说 一定二号的行为是最差的 但是他把我二号牌先放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张老人牌 他怕我二号是一张身份牌 然后我再给你们牌 三 四 八应该是三张老人牌 还有最后一张老人牌出在哪呢 其实我认为九号是一张饮水牌 七号是一张女巫牌 六号好人 然后五号是一张好人牌 那十二号是两轮上牌给十号的牌 而六号是且是十号的精水 那一号牌 一号牌其实这边已经点出你的身份了 你应该是一张枪牌 然后这个狼坑牌没有位置了 是十一号牌 再回顾十一号他在井上的发言 他说我真的分不清楚 我站不了边 你们想想看老党他什么时候站不了边呢 但是他在举票和他的发言当中 却隐隐地去拍了这张十号牌 所以老党有可能做成最后一张老人牌 就是希望你们能听进去我的发言 这轮呢我会出八号牌 过了 一号玩家 冤家发言 算是不跟你们闹 苍姐 你抱了吧 你说三四八四三郎 你说你居然认七是个真女巫 你怎么不想想他有可能是个恶灵骑士呢 我在这告诉你一会儿十二号要起跳女巫了 你在这跟我盘什么呢 首先我在井上我先抱三一个茶杀 你别管我发言或者怎么有多烂 你如果是张平命牌 你又不是真院家 你又不是神 你凭什么起来发三一张精髓呢 对吧你就算认我是个诈身份 你就说我是个诈身份就够了 你去发一张三的精髓干嘛 是不是隐隐约约的 代表着想告诉别人你有高空视野 就我茶茶发错了 所以我是个诈身份的 最习惯的最习惯的就是你把三四八打成三郎 你说你居然认七是个女巫 一会儿这个人跳女巫你认谁呢 你用这个人等会儿一定跳女巫 他不跳女巫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愤恨点勇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他如果不跳女巫 我今天出的就是十 呃我来怒点一下四郎吧 嗯 十十二二六 为什么呢把这个六点进去呢 你是什么强神哪 你明天给我跳身份 但凡给我跳虫了我就把你打出局 你现在知道我是个恋人还是首位吗 我就有身份 我告诉你我是个神 我胆子很大 不像你这样 明天你就给我跳清楚 跳不清楚我就让你出局 我们听听十二号女巫发言吧 我认为十二号要跳女巫了 呃二十二十应该是没有容错率 唯一一张容错率就是你六 明天你给我好好跳清楚 真的我现在我对你很重视 啊听听十二号玩家女巫发言过 我觉得你可能是张好人的唯一理由 是因为你投给过十 且你说了粪坑蝶勇四个字 其他你点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认为你像一张狼 呃我认为七是一个真女巫 但我认为你一定站错边了 呃跟你说说逻辑吧 先说二 我紧上逻辑呢 我认为二是一张汉跳失败的狼人牌 三是一张认为二 不是一张预言家 反水利劲 给后之位八一张压力的牌 四在那位置点一二都能退水 但他又没打死这张二号牌 所以我认为四在那位置一定是张狼人牌 那到八发言的时候 他给三发了一张精水 那他给三发一张精水 我认为他当时是在博得三的好感 因为八这个水平的玩家 他能听出三不是张预言家牌 所以他给三发一张精水 他能骗到三 但他那位置应该是能打死二跟四的 但你记得八号玩家警商最报废的一点 就是他警惠流 他警惠流是一跟四 首先他对我呃 九跟十二是没有任何评价 其实他警惠流的一跟四 一发了他所谓的精水的一张茶茶牌 他对一的定义一定是你跳身份 他对四的定义是四 你在那个位置能说出一二可以退水 你四一定是张狼人牌 所以他警惠流留给一四的时候 他就做不成一张预言家牌 所以我都几乎没有听十的发言 我就一直投给十一直投给十 因为八在那位置已经不可能是一张预言家牌了 那警校回来 我认为二有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我的判断身份错误出在二跟三 就是三有可能是张狼 二可能是张好人 二是那个井上瞎搞事的那张好人 三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四在那位置 看到二给三报一个茶茶 四在那位置才会说出 你二一二都有可能退水这样话 因为一在四的视角里做不成一张预言家 二发错了一张精水牌 所以二也做不成一张预言家 所以四是那个突破口 那为什么四投给这个十呢 因为如果四再投给八 那四是不是变成八的狼头版 四需要去填十的狼坑 所以四在那位置就投给了一票十 我原来认为的狼是二四八 呃九十一出一个 但我现在听了二的发言 我觉得二打八的逻辑基点跟我一样 就是他井会流一定是报匪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三四八十一 呃我为我心目中的预言家投了两轮票 在莫志伟也为他号了一波票 希望好人能回回头 我觉得 当然有可能是我一个人 一个人当了个勇气的吧 跟九号玩家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 我的视野还是比较正确的 好吧 过了 嗯我觉得你十号牌聊一点 呃十二号牌聊一点就聊爆了 我十一为什么就不能是个女巫呢 你一眼就知道七是个女巫 因为七是你的已知身份 所以你的视角一定是开眼视角 我认为二的逻辑是错的 呃他一定是个匪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我说三一定是个匪 三在那个位置跟八两个人打格式 三发八一个茶沙八再发三三一个金水 你认为他们两个是双狼做身份 那你锦上干嘛去了 锦上十说的是三我认为是个定好人 那你心目当中的预言家定了你心目当中的一张狼人牌 是个好人 你根本就没有聊过这一句 呃而且二在那个位置一直在白发言 二说呃你们狼队都不敢打我 因为你们怕我是张身份牌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 这个八这个七都在打你二是个狼 怎么到你那里就变成了不敢打你了 锦上 听了一炸完三的身份 你认为一不是个预言家 你发三一个金水 然后钓鱼指法 我实在不太能理解你的心路历程 好吧你讲出来的故事根本就是不连贯的 这个十二刚刚我打过他了 呃我再找找最后一个狼好吗 我觉得是这个四 因为四号牌的发言格式一定像一定是个狼 你刚刚站边十的理呃 站边十的理由特别搞笑 说八你一定不能定错我的身份 你定错我的身份就是个狼 那那他确实没定错你的身份 因为你是个狼呀 我觉得狼队其实到这里已经完全拉爆了 就只有你四号牌有勾的机会 你勾一勾好吗 勾一勾等着这个八号牌刺你一页 说不定把八弹死了 对吧你们还抢个轮刺 我站边这个八 哦还有一点 这个十掰我发言 我说的是我不站边 我说你们锦下爱冲冲 不关我的事我说我不站边 因为我觉得两个预言家发言我都不满意 锦上我都觉得不满意 他就打我是个狼 我觉得太急了 你真的你太急了 呃就拿我来填狼坑吧 那你拿我来填狼坑我肯定能站对边 你的视角里面优先级一定是前置位的一二 还有三我不说你认为铁好人 一定是一二四这三张牌 你根本都搞不清楚他们的关系 怎么可能验到我十一呢 一定你的锦辉流是炸的 好吧 我这轮会投十 过了 啊 这个很正常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一个人卖了左腿之后呢 就想把右腿往上卖一下 投给我是锦辉之后呢 一定会稍微怀疑一下自己 呃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底下的牌所有的牌 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呃 只要比对我和八号的发言就可以了 呃 呃 因为我不知道站我队的是不是盗勾狼 我也不知道站八号队的有没有是站错队的好人 这都是可能存在的 你不能拿其他底下一张牌的身份 一个狼 发现很差 拼命的站我队 所以我就不是预言家了嘛 这是没有逻辑的 现在我想验这张四号牌 因为全场所有的人 都说四号牌是狼 十一号牌给四号牌递化 你意思就是你冲票吧 你勾到八号牌的团队里吧 你投票吧 来投我十吧 就是给了你四号牌一个投票的勇气 我觉得四号牌在前之位确实有些信息量 而且聊得不好 在这个板子里边 你觉得狼人烈士的板子 狼人会这么打吗 不控制舆论吗 我拿着警徽 那这边团队的人都前之位发言 那在你们眼里 是不是我的团队至少是后之位有优势的 你看哪几张牌帮我说话了呢 他们有多大的声音和力量呢 其实没有的 我其实非常后悔一样的这张六号牌 因为你六号牌的发言胡搅蛮缠 甚至都不能让别人认你是一张好人牌 你不能说帮我带队 甚至你会让我这张十号牌的可信度很低 但是很可笑 你们认我十号不是一张预言家 却认这张六号牌是一张好人牌 你们觉得你们的逻辑可笑吗 你们认三号牌可能是狼人牌 但是却相信八号牌是个预言家 你们自己盘盘这个简单的 预言家之间的逻辑关系 而不要盘场面上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们是好人是狼人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知道六号牌是好人 那一个预言家牌被狼团队勾进来了 预言家导致预言家的面很低 是不是有些可笑呢 我们是不是要比对两张牌的发言呢 因为预言家只能验一个人 好吗 我也许井上呢 发言要但验你这张七号得罪了你这张女巫牌 但是我现在要验这张四号牌 嗯 虽然这个十二号牌让我验这张饮水 但是我不敢 就我 我其实真觉得四号牌像是一个盗勾狼 我不太想验这张牌 因为是一张饮水牌交给你来处理 好吗 我是一张预言家 今天我一定出八 明天我去验四 过了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8号 所有玩家请投票 3 2 1 5号弃票 2号 10号 12号投给8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给10号 10号玩家出局 请留遗言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没事没事 因为好人团队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独有守卫 还是可以追回来的 我觉得我下轮的发言 对比8号有很大的出路吗 为什么认不下我是一张预言家呢 我觉得4号牌应该是张定狼牌 因为你是被8号牌打死的一张狼人牌 我只是要验你 但是你却一票投给了我10 这张在8号牌团队的11号 说你是一张盗钩狼 但是呢 你只要投了 就安全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言语 可以打动你吗 你的逻辑盘得那么清楚 你在那个位置是摇旗呐喊 因为你这张4号牌 导致很多人怀疑我10号的团队 有你这么一张牌 会觉得我不像个预言家 你还能一票投给我10 所以说4号牌是张定狼牌 那2号牌这轮投了8 我觉得在我发言的时候 很我的感觉是8 我是出局的 那这张3号牌 2号牌投了8 我觉得2号牌是张好人牌 那12号是张好人牌 6号牌是好人牌 7号牌是女巫牌 那这张牌呢 我觉得我没有机会验到它了 那最后一张狼 4 11 8是三张狼人牌 最后一张狼只能出在3和9之间 如果女巫你相信你的饮水呢 那就是3 4 11 8 如果你不相信你的饮水呢 可能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9神这张牌 我没有办法认识你 虽然我觉得你开局之前的状态还可以 但是现在的状态呢 我没有办法认识你 其实我还要说一点 就是5号的前置位 其实5号是第一张认下来 你7号牌的一张牌 他说你7号牌应该是 一定是个女巫牌 后置位很多人 但其实并没有人打这张5号牌 他的从事也从消失了 其实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但是我没有点 其实我挺失望的就是一张6号牌 倒也没事吧 倒也没事 投了就投了 但你也是好人牌 我现在能确定的几张好人牌 就是2 12 还有6 1号牌呢 可能拿了一张 比如说神牌吧 那有一些脾气或者制扭 我不太清楚 因为每个人玩游戏呢 其实都有自己的风格 我希望呢 好人团队 女巫呢 无论你 因为你一定是女巫了 我希望守卫 我不知道是谁啊 去守一下这张7号牌 或者自守 你自己选一下 7号牌呢 如果相信我的话 在我说的3 4 8 11 4张牌里面 你挑一张你认为的 不是恶灵骑士的牌去读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 我哪句话刺痛到大家了 我也不知道我哪句话 得罪了这张女巫一直 会不占我的队 是简朴的发言打动了你吗 还是我这种 这种跟你讲的比较清晰的发言 让你觉得 不太舒服呢 哎呦算了我不安排了 因为女巫没有占我队 我在安排她 因为女巫的身份比较特殊 被人指手画脚的 感觉会很有逆反心理 再一挥手给这个 22毒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伤的 嗯 首先我告诉你 女巫你站错队了 其次呢 我希望你看到这个票型呢 可以醒悟过来 我是一张拿警徽的牌 狼队 假设我是狼啊 虽然这个比喻不好 狼队有什么 什么勇气和资格去 弃掉我这张牌 是我的发言很差吗 还是我的发言没有煽动力呢 你自己考虑一下 这轮站错队了呢 站回来 其实好人女巫和守卫的轮次 还是可以追回来的 但不要紧 我再回去练一下我的预言家发言 因为这位 我潘达Q第一次拿预言家 所以说有些 发言不好的地方 理解一下我 我觉得我的状态 还算是没有让 呃 好人团队去失望吧 我也尽力了 我也尽力了 啊 过了 遗言结束 10号玩家 请移交警徽 警徽给6号玩家 这种人都给 6号玩家 6号玩家 当选警长 10号玩家 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5号玩家 2 These keep 123号玩家 不 Kevin 天亮了 昨天晚上死亡的事 六号 八号 六号玩家请移交警徽 七号玩家当选警长 六号 八号请离场 警长请选择从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 警右 从五号玩家开始发言 这什么骚操作 假设啊假设啊 八语言家 那他就是被砍的 六就是被读的 如果六被读的 他也不可能把警徽给欺吧 那再假设八语狼被读了 然后六被砍了 挺好的嘛 六被砍了就砍了嘛 他在井上就扭扭捏捏的 砍了也就砍了 没事嘛 反正我是好人 然后 实力相当 旗鼓相当的对手 八号和十号 我现在还是分不清 谁是真的预言家 希望后面有没有爸爸能救救我 让我感受一下到底谁才是真的预言家 我觉得 就太难了 过过过过 四号牌发言 就 我也不着急跳身份吧 我先把我整个上票 和听了我后绝这么多张牌发言的一个上票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当我听到我想要听的几张牌 我发言的时候我说了 我在那个位置我没有办法把编站住 所以我不会跳舞的身份 我在听我着重后面想听的 比如说二号牌 十二号牌 十号牌那几张牌的发言之后 我知道那轮票我一定是投错了 就是景辉票我一定投错了 景下呢 二 其实二 我都不用太多打了 因为一 紧接着他的后缀 基本上把二号玩家 所谓编出来的一套青路绿程 已经是瓦解得体无完肤 对吧 其实很简单这些 最后跳身份吧 因为这一轮如果不跳身份 我一张守卫牌被扛队在白天 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 我也非常难受 一张守卫牌 被所谓的真假预言家 场上各种各样的牌 打成是一张定狼牌 井上就被一张女巫牌给标记了 我第一天空手 昨天晚上我守着你女巫 七号牌 好吧 你晚上牌你会死 我会考虑是跟狼儿博心 再是自首还是空手 好吧 我也不清楚 狼人为什么在我心目中 是笨了这张六号牌刀的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可能名我 第一我是一张处于 扛队位上的牌 那两边搞得我像一张公共狼 其次他觉得 我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都没有跳出身份 在上一轮 对啊 我都没有跳出身份 我觉得可能想冲着 外之位的一次守卫牌 但是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我就是这么秉得住 我前面也聊了 我为什么不跳守卫 因为我首先我连边都没有占清楚 我连边都没有占清楚的情况下 我不可能跳舞的身份的 没道理的 好吗 今天 二十二 二号玩家你先出局吗 对吗 你从头到尾你没有为好人做任何一件事情 今天你打我的逻辑 战边时的逻辑 都是炸的 我还是希望你七号牌能认得下我 而且我认为你读错了 过了 三号发言 这个十号 走的时候遗言 包括这个票型 而且四号牌 是给最后是给十号牌上了一票的 四号这轮除了跳守卫这个发言 之前发言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差的一张牌 所以在我的发言中也打了四号牌 所以刚刚当时看到四号牌投十号 我也是觉得我可能站错边了 目前来讲 我认十号可能设真于人家被冲走了 但是你要盘四 这轮要出四之前 首先得要有人跳吧 十一跟九这两张牌 一张是饮水牌 还有一张是我认为发言还不错的一张牌 我个人觉得后面如果有跳守卫 跳得比这个四号牌好的 我可能会去出这个四 但是如果没有人去跳这个守卫 我觉得这轮我们是不可以出错了 因为我现在 现在女巫已经是把八号堵掉了 不管哪边都已经一定有一个神走了 这轮如果我们去冲守卫的话 其实是不太不太合理的 所以 还有就一号牌 一号牌 我个人认识还是一张好人牌 如果说真的最后小楼是个倒钩的 就太牛逼了吧 我发言过了 三号发言过了 这一轮呢 我认为JY领的刀 刀六号牌是冲着守卫去刀的 因为六号牌在锦上是跳了一针 它可能是一张神牌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四号牌才在这个地方起身跳一张牌 他们可能是冲着守卫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没有视角的 我不知道你女巫牌是读的哪个 但是大概率 我觉得可能是读的八号牌 因为这个牌 四号牌告诉我了 然后四号牌它起身跳守卫有两个 第一个呢 如果六号是个守卫牌走的 那没有人跟它跳 第二个呢 是可能找这张守卫牌 其实我觉得守卫牌 跳不跳随便 跳也可以 反正四号牌是一张老人牌 其实从它前面的发言 大概率是 我觉得大家常常对我配置 应该能认下来 然后我再说一下 我这里是一张好人牌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锦上那么操作的意义 是因为我出于 我要对三号牌去定义 才做出了这样的操作 我把我的心路历程都聊过了 然后你们去对比 十号牌和八号牌的发言 就是对比他们两个人的发言 那如果说是因为我的视线 导致了十号牌 你们认不下来 那是我的错 我之后对于这种骚操作 少玩一点 因为确确实实 我是想通过我的这样一个视野 去打开视线 帮我找到狼 而我确实找到狼了 但是却导致没有被认下来 然后我再说一下 非常奇怪的一点 就是我再说逻辑的一点 十号牌 它如果是一张老人牌 二号 十二号是它的狼同伴 首先我二号锦上的操作 没有任何意义 其次就是 他拿锦灰 有人帮他冲票吗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锦在之前的位置 三号四号是要站十号边的 在这个位置 反水过来了 他们反水的理由 并不是因为八号牌 和十号牌的定义 对他们两个 所预言家发言的定义 他们就直接就反过来了 就是 他们为什么会反过来 你们想想看 是因为他们觉得 有机会可以冲掉这张 预言家牌 不想去打倒勾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一轮的话 就是守卫牌 跳不跳 其实无所谓 因为 我认为女巫 读了一张老人牌 那场上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女巫 一张枪 一张守卫 好像那轮次是领先的 就是 四 三次 十一出 我觉得是可以赢的 好吧 我 过了 一号玩家 你愿相信八号玩家 是验到恶灵 几次验死的 也不愿意相信 是被七号玩家读的 八号玩家的狼人 有本事在景下 把十号冲出去 你们都说八号玩家 发言比十号差 十号天天只在那 说你们别管几下 站我边的人都什么人 你们只要判断 我十号跟八号 那个发言 谁更好 十号的发言 确实比八号 有那么一点代入感 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囚徒 就是这样的风格 他拿狼也是这样的风格 但这并不代表 他是一个真语言家 对吧 我就说再简单一点 我们第二天白天 这么多狼 都把十号真语言家 冲出去 那索性把警惠 一起给bump好了 但警察那波骚操 都是在干嘛呢 我这轮不管怎么样 我说实话 我有一种感觉 要被拍刀了的味道 你知道吗 如果六十个守卫 我感觉他们狼 可以起来拍刀了 就是你我了 四这个守卫 我有点难忍 我有点难忍 那十二随便出吧 你怎么能把八毒了呢 我的天哪 因为等会到你发言 我们就知道 八是怎么死的了 只要你说你的毒 是撒到了恶灵骑士 你只要告诉 那个恶灵骑士几号 就够了 我感觉八真的是 咽人咽死了 你们的咽跟毒 都宰在同一个人身上了 二十二胜出吧 就这样了 我真的好难受 我感觉要被拍刀了 别拍刀了 我求你了 过了 狼就狼呗 想跳猎人就跳呗 一四 十一 剩下三个狼 我是个守卫 上有的没跳 为什么不跳 因为我就跳 被一起打到狼坑里面 我就不跳了 跳起来 然后 然后我帮十号票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十二是莫之为 跳守卫的一张狼人牌 我就不跳 反正 你们把我打进扛球位 你们晚上也不会砍我 你们去砍这个六 你砍 他死了 技能都没有 所以场上 一定还有猎人 女巫 我是一个守卫 你剩一个狼 两个狼 三个狼 在你们狼人的视野里 还在怀疑 哦 这个十二 是不是一个平民 出来挡刀的 我帮你们分下这个六 这个六多怕死啊 他死了 就说明他一定 不可能是个守卫 所以你们也不要敏了 你们已经输了 因为女巫虽然上轮投错票了 但今天把这个八 汉条狼毒了 所以就结束了 这个 你们晚上去把这个 把这个七砍了 我昨天守着他 你们就去砍他 我保证死 好吧 我保证死 你们现在可以自爆了 我也不想再听你们变下去了 你们打我是个狼 你们晚上就不敢来砍我 对不对 因为你们想扛推二 想扛推这个十啊 所以你们狼 就只能砍这个六 这个六警察认个强神 他还能是个强神啊 所以这个八号敏人 也没有多么准嘛 对不对 砍七就是个平安夜 所以 明天跳个猎人好不好 今天没轮到你兄弟 我就在想这个鼠大王 投了一票十 应该是个站队边的好兄弟啊 怎么 昨天发现的时候 二十二 什么十在那瞎聊 今天起来 你跳呀 你倒是跳个猎人 找得到吗猎人 我帮你找要吗 我觉得 是这个五 是这个五 好吧 是这个五 对着小楼砍 跟你久对个话 你的命呢 是这个七给的 跟着七走 七说投谁 你出谁 行吗 你要觉得我是个狼 我也不跟你对话 那你去听听七的嘛 好吧 上轮的票行 一张守卫牌 一张预言家牌 一张平民牌 就 我说个最简单吧 球大汉跳 吃警辉 会没有 四点五票吗 就这一个铁逻辑 就告诉你了 对吗 你在警下 我都没来打你 你先来打了我 你是个饮水 我把你放着 我上轮都怀疑你自刀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的站边逻辑 你想想四的行为 四最后投的票 四到底是谁的狼同伴 四是不是一定是个狼 四一定是个狼 四出的十 投给十 想脏这个十的对 我最后一票投的十 就这么简单 还有你十一 警商就把你标记了 警商我不知道你九十一 哪个是狼 那你昨天最后 那个山洞的发言 就没了 好吧 你可以跟这个四 再罗汉跳个首 你说你是个首 或者你跳个猎人 反正就是四十一一 你们三个一个都别跑 好吧 七归票 七说出谁就出谁 你说出十一我也跟你投 好吧 够了 我认为四和十二是罗汉跳 不是你特别搞笑 你跟我说昨天我不跳 省得被打进狼队 那你今天跳什么呢 你就说四是个狼 把四出了 因为前之位这个二号牌已经不分青红皂白 说四是个狼 首位都不用跳 他都给你递话了 你跳出来干嘛呢 所以你的心路历程一定不是个首位 我觉得这个四啊打了个阴阳蛇皮倒狗 先去站自己狼头半边 然后发言模模糊糊 然后再投一票 让这个女巫去毒她 我觉得这个四可能是个恶灵骑士 然后在这边 敏出了六是个首位 自己跳个首位 然后这个十二再不跳一下 你们两个有一个是首位 我觉得这个女巫啊 八成是把八毒了 因为在这个女巫的视角里面 八可能不是那个 就是她的那个立场已经转变过来了 她觉得八是最大概率不是那个恶灵骑士的 但是在我来看我认为还是四二十二六 大概率是个首位出局 因为我刚刚有在看这个 六号发言的四号发言的时候 这个旁边的十二号就在这边瞄 找首位找首位 哎没找着 罗汉跳一下 今天反正死一个兄弟无所谓 自己活下来就可以了 在这边跟我们演 北影确实可以 哎别被自己掌门骗了 我觉得大概率 首位出局了 那我们输了是吧 我们输了 那就有一个首位了 那不对啊 还有一个倒勾狼 就说四是那个真首位 因为没首位 我盘我冲盘啊 因为四如果是跟十二是罗汉跳 我们就已经输了 三个狼六出局没首位我们就输了 所以四应该是个真首位 而十二是那个汉跳的 呃 二是个狼 还有个倒勾狼 不知道 我还是站八的边 我认为你女巫一定读错了 但是首位还在场 否则游戏结束 好吗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 莫名其妙 我这轮会出二或者十二 你们如果不认为十二是个汉跳首位 那就出二 我认为二一定是个狼 好吧 十二在我眼里也是个狼 过了 不是 这个游戏怎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 讲不讲道理呢 那他们两个要罗汉跳首位 是不是就拍刀了 他刚才跟你演什么呢 对吗 所以说一定是出了个狼 可能是我站错了吧 那就是三四八十一 我觉得三四八十一 哎呀 又站错边了 真的烦 先说一下这个四一定不是首位的逻辑 因为你四底牌是个首位 你站这个八的边 你认这个十是个狼 那十是个狼 就二十二十 你的狼坑永远缺一个角 你不可能盘到我九 你不可能盘到这个一 你也不可能盘到这个十一 对吗 所以说你四逻辑就是炸的 前你给我解释那个心理层 那你锦上开眼的事情 怎么今天就不聊了吗 应该没读错吧 五号一定饱了 我觉得五号一定好 九神 哎 因为 现在仔细想想锦上的操作 一一给你 给你三丢了个茶沙 你三底牌是个好人的情况下 你不飙水 直接跳个预言家 心也蛮大的 我觉得 不怕 你不怕做地争 预言家的面吗 不怕说后置位起跳的那张牌 是你的补胃狼吗 所以 我不觉得一个好人排在井上 接了个茶沙 还敢再跳一个预言家 那苍姐的逻辑就是对的 可能打错了 所以说在四跟十二里面 这个四是个铁狼的情况下 是个公共狼的情况下 一定是出四的 那十二是个守卫 就先把十二先留着 好吗 别的没有了 过了 先向远在天边的球大道个歉 因为是我女巫前 这位起跳才导致场上的这个风向 进行了一个转变 初四 因为 这张四号牌 因为十二你 你昨天那个站边发言 我就知道你是个飞狼疾神 所以昨天我还不 很难界定你的身份 你知道吗 所以你昨天就起跳不就完了吗 你是张守卫牌 我是张女巫牌 你跟我好好对话 我会听你的 先把四走了吧 这张三号牌跟着排队 明天这十一号牌 或者十一号先排队 再也是这个三 主要是 因为我挂项银的不好 好吧 这个二四上来 觉得他们像狼 这二号牌 起身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而且发言 我确实觉得不大好 所以我定成狼了 如果有个身份就好了 藏姐 把张 把张猎人牌拿在手上 对 如果你一二五 认识还是双好人 这个三 就能从逻辑上盘成一张狼人牌了 我们先把这个四出了 虽然我想读四 怕读到恶灵 因为四 拿牌表情就真的特别难受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是在演 他自己的一张狼人牌 是找艳找读的 所以我觉得四 我最终没敢读 我去读了这张八号牌 出四吧 出四吧 我觉得 一是个好人 我觉得 十一 跟着排队吧 好吗 出四过了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请归四 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投给十二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给四号 四号玩家出局 请留遗言 就头疼 我只能说头疼 这番可能是要背锅 一张所谓牌被扛追在台面上 就我觉得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你这个七跟这个九 对吧 我去说了 为什么 我井上能发出那样的言 因为你们很多人 尤其是你们两个 定我身份的时候 是从井上发言 就是定我不好 但是我没想到你们 在听到这一轮发言之后 你们还能 信着这个十二 把我四号牌出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票行 怕吗 惶不惶恐 慌不慌 就我挺想问问你们的 哎 我是个狼 我们狼队是不是 哎 你们就是 三嘛 四嘛 十一嘛 不是 裸你们眼里面 就拍嘛 我们就赌这个六 是个守卫 我就拍给你们看了 那还打什么呢 你们都都已经这样子了 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呢 我说我为什么昨天不起跳 我是不是清清楚楚告诉你 我连编都没有搞清楚 一张牛排前世卫 强势号票 占编了一张 跟我投井位票 完全不一样的一张 以私预言家牌 我不可能去跳一张守卫牌 我怎么可能去跳一张守卫牌 而作为一张莫之位发言的 你们就假设 他是一张守卫 他是一张好人牌 他在那个位置 有什么道理 有什么理由 不起跳一张守卫 来给他心目中的 真正的预言家 和他前世卫认为 大概的是一张二号牌 是一张好人牌 两个人盘的狼坑一模一样 三四八十一 是不是 有什么道理 不起跳一张守卫牌 给他那个去号票呢 其实 我还蛮期待被打的 但是我是没想到 八在那个位置能打到我 然后十在那个位置 打我是一张铁狼 两个狼坑 我都说了 他打了一个很奇怪的 什么二十好人三四两狼 三十好人二四两狼 那还来咽我干嘛呢 且不担心我是一张恶力骑士 你女巫牌都会担心这件事情 他不担心的 多死不及待啊 因为他知道恶力骑士是谁 我觉得大概就是输了 就这样吧 一言结束 四号玩家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吉兰 守卫请睁眼 请选择守护一名玩家 确定要守护他吗 天亮了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警长请选择从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 招牌了 哇 狼人交牌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本局游戏中 4号KS 8号JY 和11号老党是三张狼人牌 3号2009是恶灵骑士 10号囚徒是青朗语言家 7号木木是女巫 1号属大王是猎人 9号黎铁弹是邪城旅行首位 其余四名玩家则是村民牌 邪城旅行 带您走进精彩覆盘时刻 第一晚 在首位铃铁弹空手的情况下 狼人准确刀中首位铃铁弹 好在女巫木木开要解救 形成平安夜 警商竞选环节 猎人 书大王第一个发言 报后之位恶灵骑士2009查杀 精随其后村民小仓借机发恶灵骑士2009精水 希望能够混淆后之位狼人对于预言家的判断 而恶灵骑士2009 在回应完前志伟发言之后 继续按照夜版狼队安排的格式 起跳预言家 发狼队友JY查杀 而狼队这波操作真正目的 却是为了让狼人JY汉跳预言家 反发恶灵骑士2009精水 做高两狼的身份 汉跳狼JY发言之后 真正的预言家囚徒莫志伟发言 爆出第一万的精水 使村民离井 形成井上五人起跳青狼预言家的复杂局势 在经过一轮PK发言之后 青狼预言家囚徒成功拿到井灰 第一天白天 狼人JY前志伟发言 把村民小仓打成井上故作身份的狼人 而狼队狼查杀狼 故作身份在退水的格式 让场上的好人难以 把2009和JY盘成双狼 再加上女巫木木强势号票 站边汉跳狼JY的情形下 语言家囚徒被票出局 第二天晚上 狼队认为井上跳墙神的村民李景 可能是首位 落到村民李景 好在女巫木木 以为票行站回了语言家囚徒的队伍 撒毒汉跳狼JY 第二天白天 狼人KS前志伟发言汉跳首位 测试李景的身份 并试探真首位是否仍在场上 而村民李斯在看穿狼人KS的意图之后 对跳首位强拍狼人KS 同时也让真首位李铁弹趁机引了下去 最终好人团队站回了边 狼人KS被票出局 第三天晚上 狼人落刀女巫木 而首位李铁弹成功守得平安夜 第三天白天 恶灵骑士2009和狼人老党 因为之前的行为被场上好人标记为名狼 再加上一轮平安夜 好人多一轮表水机会 狼队选择交牌 好人阵营获胜 谁是首位啊 我 哇天啊 我吓死我以为首位走了 我以为首位走了 我只看这两个狼在这里互相跳 我说跳就干 你们去打吧 就先出一个 还老子站错 别贴你票 对不起 球大 球大的一眼感见斗地啊 我 搞的 走干什么去了 本局游戏中 获得荣誉勋章的玩家有 鼠大王 小仓 小楼 李锦 木木 李铁弹 球图 李斯 其中 李斯稳定发挥 本期三局全胜 又一次夺得三枚荣誉勋章 恭喜获得荣誉勋章的各位侦探 你们可以在墙上的话中取得指向罪犯的线索 而宝贵的情报就在散落于房间里的神秘信封内 它可以帮助你解开本期的关键线索 请各位开始搜寻自己相对应的情报吧 哇 哇操 哇操 哇 哇操 你何得何能呢 这俩人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我天还能拿三颗胸 方老板 父亲 这什么鬼东西 这什么鬼东西吗 二星有机会了 什么都没写啊 哈哈哈 你们就不配吗 三颗胸 不是这什么东西啊 您配吗 您配吗 你解答您配吗 你们找到了 数到啊 我怎么跟你一样的 这什么雕东西啊 这怎么来了 这两三人通通身份了 小乔已经找到了 许小书的 这两人通身份 曹苏 曹苏 我这个三星给你 你保证也认不出来 真的 找到了 你干了吧 我真的许峰跟蝶勇 哈哈哈 你先把上次 你先把上次 先叠了再说 不可以再贴脸了 不可以再贴脸了 听到没有 听见没有啊 干嘛呢 哎呀 我信你贴脸了 他们都还信出了你 蜀爸爸再见了 我找到了我的亲生妈妈 苍姐 哈哈 苍姐 苍姐 哎 苍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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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姐代代我 我们认识五年了 对不对 苍姐 太早了 苍姐我们认识十年了 苍姐一年吗 苍姐怎么就走了 哈哈 完了 知道 哈哈 我 没法从她的眼前 到她读懂任何的消息 信息 哎呀 哎八号玩家 你怎么走不动哟 一枚哟 哎呦 这什么东西 我的心疯找不到啊 还敲留一下 凶手是个爸爸 都是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我们没用了 就算凶手是个爸爸 这四个一样的 不要说我 我 爸爸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啊 啊 我们下期再见 未能成功破解情报的玩家 分别获得三个佛跳墙 在场所有玩家 会获得博士轮天猫 官方旗舰店提供的礼品一份 美局的青朗预言家 还会获得一份特别礼品 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爱格吃饱了 让我们吃饱了 才能开心的制造笑点 还有携程旅行 答应我们的 说什么12个人 去欧洲 欧洲什么马尔代夫团队游 谢谢 谢谢学生爸爸 谢谢学生爸爸 学生爸爸听到了吗 还有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小畅可能就不去了吧 没关系 我去去去 去了去了 然后还要感谢 就是我们狼人杀官方APP 让我们有锻炼的机会 毕竟我觉得在这个桌上的 除了我都比较厉害 我是混进来的 然后 MISS X我也是经常去那边玩的 所以我就总的来说 今天录得挺开心的 游戏田也还不错 然后还最后拿到了两个寻章 下面有请 有请今天开了的木木 发表一下意见吧 我干了什么 哦自爆了 对我想我都不记得我干了什么 我们一起携手自爆 你忘了吗 我们第二排的狼开拓了一个拍刀 拍输了的仙河 这绝对是 哦不对 当晚华其实以前输过一次 当晚华 二郎拍刀 二郎拍刀 只有一刀 那你那一郎拍刀是不是拍不了啊 就没刀 没刀 拍着玩的 上帝这个非常敬业 上帝是这样说 上帝没有说狼人没有拍刀资格 上帝说的是狼人拍刀 好人胜利 我们狼人那局宁愿站着死 也不愿意跪着委屈求全 没错 表水表气他奶奶 那我们就请李铁蛋 哇唯一从JY手下逃过JY魔掌的人 发发言吧 我觉得今天大家玩都还蛮好的 因为发言上面我真的听不出来了 第三局的老党的发言我觉得像个好人 90年的经常发言我也觉得像个好人 所以说我第二天都没有站回来 但到第二天听完苍姐的发言以后 我才能站回来 我还是配置可能不太够 要多练习练习 也希望大家能够用携程旅行APP 到MistX狼人杀俱乐部 玩我们的狼人杀官方APP 好吗 铁蛋你为什么耳朵红了 可能可能是有点 撒谎了你知道吗 哈哈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耳朵会红 可能是歪哥是我的偶像吧 然后今天从小看他视频长大的对不对 今天今天躲了他对看他视频睡觉 躲了他一刀 所以他一夸我很高兴 恋爱了啊 好 对JY 下一个就请坐在我旁边 刚才一言感天动力的一言家 求大 哎呀 好吧 发言 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能躲刀吗 你们女巫 守卫 坐在JY的身边为什么能躲刀吗 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么转 他只能这样 哈哈哈哈 他没办法明你们 哈哈哈哈 他只能这样看 当他看两边的时候只能 哈哈哈哈 有缺陷 懂吗 他没有办法这样 很吃亏 其实这局大家玩的都挺开心的 有些人就是为了防止狼人体验不好 其实很多好人是在刻意的把自己好人的状态在压的比较低 以至于压到让别人觉得他是狼 然后我觉得大家体验都非常不错 然后今天就让那个和我对跳 预言家的Y哥发个言 今天呢拿了两盘狼特别高兴 觉得想拍刺刀 拿了两盘狼 第一盘呢 我真没想刺刀 这个12就必须说让我刺刀 我没办法真的不想刺刀的 真是他今天来录之前就是 哎呦 对啊 少了微博又说我刺刀 我什么时候刺刀了 攒了半季的形象得用一次 其实我现在都都在想 我第三盘怎么能够发挥好一些 能把这个9找出来 还是找不到 因为跟9玩的确实少 确实少 因为场上各位玩家玩的都比较多了 真的找身份还是比较好找的 跟就玩的少 但是我觉得真的挺对不住狼同伴的 其实是有一次机会的 我们安排的是十一汉跳 当到我这发言之后 我为什么就没有尊重蓝队安排我自己闪的汉跳 因为我觉得我的对手的囚徒 我觉得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跳的话 大家应该会盘盘逻辑 不会说因为什么状态就把一个人保了 这些都遇到掉了 但其实我们是有一刀机会的 还是刀错了 6号这个玩家非常厉害 拿到军水之后故意站错边 对吧 跳了个神 挡了一刀 真的厉害 6号这个玩家 我可以看得出他一定是故意站错边的 故意发言很滑 其实在6号心中一定四郎裸作了 我觉得苍姐进步真的特别大 然后包括第三轮的点四郎 我觉得苍姐可能现在唯一需要提高的就是 怎么能够让人信自己 我觉得有时候把自己身份做 有点过了 把身份做太低 别人就觉得你是狼了 然后就说这么多吧 我觉得今天有机会没把握住 还是挺遗憾的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接下来希望能够拿狼拍死刀 还没拍到 听说之前大家都纷纷拍过刀 没拍过 你没拍过 没拍过 他拍过 他拍过 那今天是一郎拍刀 苍姐吧 好吗 苍姐聊聊 第一排我是女巫 然后就是之外 她昨天晚上凌晨还在发消息说 要过来就是支配一下我 然后早上起来 晚上过来支配一下你 我真的学习量 我们get到了 这不能乱说 擦那个谁擦 然后今天一见面就说要支配我 然后看到她死了 我在想 即便她是个好人走的 我还有一瓶独椎轮刺对吧 如果万一她是一个狼自当 那我不就天秀了吗 就抱着这样的想法 然后就 就没有救 其实我一直觉得李铁弹非常的优秀 就是之前我完全没有这个印象 这次完了之后特别厉害 因为你在前之位 其实你能盘出三八 有可能是弓变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下你了 有可能是双匪 然后那个发言的话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基本上你逻辑都能盘回来 还有就是 嗯 哎 属大王 我 我真的是想跟你说 那边属大王本来短短关系挺好的 每盘都认不下我 心里特别难受 其他也没什么吧 就是 嗯 我看一下谁发言 认不下我的属大王 每盘都认不下我的属大王发言 这一号玩家 这一季表现的可谓是 就像用四个字来形容 哈哈哈哈 这是从来没玩过这么难受的一期 没有一盘战队是战队编的 特别难受 但是 把勋章还是拿到了 扶掉墙还是拿到了 也也算是 安慰一下自己吧 希望下一次 自己能多多听听别人发言 多听听别人逻辑 啊 这一期 这一期只能只能去粪坑碟泳了 别的也不多说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九神来发发言吧 呃 我今天 我今天好像就是 一盘是预言家 一盘是狼人 就是都没有什么分析的地方 呃 因为一盘狼人 有JY做队友 呃 预言家那盘的话 身份也比较明 然后唯一一盘平民牌 就是爆的比较快 所以能分析的也就中间那盘平民牌 中间可能会有一些 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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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是猎人 对 哇 这你们都记得 我好拜计你们记这种记忆好好 对对 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也是之前 跳女巫摇旗大呐喊 实际上自己是普通村民 但我觉得这个 九号玩家这个特点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就是勇于犯错误 这样的话呢 就总有这个 因为他就尝试的机会多了嘛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动作啊 包括 12号玩家今天我觉得也挺carry的 今天最后一盘我是恶灵骑士 但是我是认真觉得这个角色挺难发挥的 尤其是在8号这个 汉跳预言家都已经想让我身份做的更好 我就很难吸引到 女巫跟预言家的注意 我就感觉是一张 小姑娘牌 这个领骑士 就是他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非常漂亮 才可能会有别人来堵你 才可能会有人来验你 目前玩的这个板子呢 可能好人确实优势比较大 呃狼人想赢还是有点难的 那我这边就没什么要说的了 有请 哎就有请这个 后两把表现非常好 12号玩家发言吧 第一把是个狼人 又被逮住了 然后 挺难受的 我觉得最近狼人老是在井上发言发着发着 人就没了 不跳身份每次都出局 所以我觉得之后可能狼人要 改变一下风格 要么就缩在井下少少说点话 要么井上准备的再充分一点 我觉得4号玩家可能第三盘打完 情绪有点低落 是不是觉得 一直背着国服第一好人王的称号 摸了一把 摸了几把狼人都感觉发挥不太理想 我觉得 在PK的 就节目录制当中 摸狼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大家可能自己摸狼不管汉条 还是在井上想滑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困难 所以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加强狼人吧 但是其实大家很多时候 好人已经压低很多很多的状态 给狼人空间 给自己摸狼的时候有空间 所以我觉得 这一季确实是玩得很开心 大家 就是这种好人和狼人交锋也非常的精彩 最后就请这个4号吧 我今天因为我在 说时候听到苍姐 李斯还有球大的繁衍炎之后 我模拟了我自己好人的那个角度 我没有办法不投8 你知道吗 我很难投出那个10 那我就想 好人 可能会回投 我真的觉得可能会回投 那我想 先不管了 只要硬着头皮把球大干出去 晚上就去跟 跟跟跟外哥去找一找那个守卫 我也希望 以后在拿狼的时候 能够表现的更好一点 更勇敢一点 我觉得这点我得像今天 特别carry的9号玩家学习一下 可能还是有 有有那么一点点 怕背锅 怕这个怕那个的 我觉得9号玩家就 特别勇敢 我觉得这是我可能需要学习的地方 其他 呃 11号玩家好像 还没有发言 好吧 请11号玩家发言 有个事儿 舒大王 我跟你确认一下 就你刚刚第三局 是不是立了个flag 我愤喊蜂蜂蜂 嗯 我愤喊蜂蜂蜂 哎魂蜂蜂蜂 没点事 没点事吗 我记性不好是吧 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回放 bolag 很습니까 喂我导演我先提下 这个回放放十遍吧 还好四遍 所以 这一局 这一局 我是范坤 结成花絮吧 结成花絮 我真没见过 我真没见过 我想见识见识 上一集给我做了个鬼术 这一集给他也做一个 你拿上玩具枪一起 反正他 最后我也不浪费时间了 来有请我们的李锦发言 谢谢大家 停电了 停电了吗 惊喜呦 惊喜 200岁生日快乐 我看到两个蜡烛了 在那 在那 那那那那 哇 哇 我们是不是要唱歌啊 哇 哇 主角公还 你生日快乐 写错了吧 什么 四十二十吧 哦 四十二十 四十二十 真的不要脸 导演你也不能 因为人家过生日 就跟人家写小一轮啊 多难过啊 哪是一轮 坐下导演一下 二十 finger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唱 哈哈哈哈 怎么怎么唱 我会唱啊 你有什么懂得就行啦 哈哈哈哈 他有他的药 好玩自己发食 我会唱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唱一遍啊 我们也唱一遍啊 我们也唱一遍啊 什么一条老狗啊 学院吧 呃 摆房 哈哈 我们是不是应该助理一下 下次战队边 不如东海 这妖怪也太大了吧 独队员 战队边 呃 吹吹吹了是吗 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 九组暴露真是年年42了 我的天二十五写错了写24 12吗 呃 我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呃 节目主角给我这个惊喜 谢谢 之后感谢感谢感谢在座十一位嘉宾啊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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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十一快乐 好 好 哇 我已经吃了 哦 吃蛋糕咯 这不得把我脸上伏过蛋糕吗 以前都是 对对对 哎 哎 兄弟兄弟别了别了别了 哈哈 这第一跑什么 这不是往寿星脸上弄个蛋糕吗 不是那种 你弄不行啊 对对 必须的 人愿望是见不了的 自己把头来进去 哈哈 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嗯 那个 跑了跑了跑了 哈哈 先溜了我唱先溜了 谁在搞我我就问谁 最近 你敢不敢 今晚老师我特别的喜欢你 今晚老师 今晚老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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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给我跪下 你就直接出去 恭喜发财 不要聊我 不要聊我 随便投 我呢 国服第一定不准 你充四不乐意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老鲁芒派趴汉跳 在老人眼里 我就是个傻逼 这个老鼠说的话 你也信 他只会偷东西完的天 这游戏是蛮折腾的 怎么还没接 我们现下 对吧 家里玩过很多次 哦 哦